等一下 可以玩玩吗 你们玩不玩 晚上好 大家晚上 感谢蓝宇的文化书 感谢蓝宇的文化书 我手机充个电啊 充个电能开机的再说 我们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大师赛的事好不好 哎呀 这秋库 跟大家说大师赛的事 大师赛估计 盯着20号左右吧 就开始搞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暂定的是两天 劳人杀一天 那个怒海求生 怒海求生我们是准备是固定四个人 怒海求生可能是固定四个人 目前定的是可能是我 我 郁宅尹 刘耀怂和那个王宝宝 四个人 然后 每周 两天的狼人杀里边 得出第一的 而不是 前三名 前三名的话 可以 可以参加第二 第三天的撕逼船 每一次撕逼船 讲了一个藏宝图 这是一个感谢七侠镇一霸的超粉卡 谢谢 奖励一个藏宝图 然后 我们到时候 我昨天想了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怒海求生的这个牌啊 它是 它太小了 它太小了 你看它这个牌 像这个牌太小了 我们给它放大 给它放 给它 给它放 放成比较大的这种牌 就是做成这么大个 然后做成现在的好几倍 到时候玩的时候呢 我们有后期的剪辑 然后呢 玩的时候呢 也可以比较大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当然规则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理解 大家要懂得这个游戏的乐趣点 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揭露人性的这个 是一个非常揭露人性的这个东西 你懂啊 它是非常揭露人性的 我单拍玩两盘 感谢不想打烊 想打烊了的魔法书 它是这样 对 它是这样一个揭露人性的 就是 它这个游戏里面会充满了背叛 而与我这样自私 包括一些特别负面的情绪 都会带进来 藏宝图是我出钱 哦 你 怎么 我K王还 哦 那 K王 要生气啊 我出钱 感谢想上有没有凹屋的魔法书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是因为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出谁出呀 我不出谁出呀 因为 怒海求生一定要有奖励 没有奖励的话 大家都卖人设了 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 我无所谓 我不打第一 因为 在节目里面 大家都会卖人设了 你知道吗 就做 做人设了 虎牙给一部分钱 但是那个钱要给干别的用 要给人家 要给人家报销 要给人家报销一下什么的 那种 尹哥赢了就直接给五千啊 对呀 就给五千啊 但是在毁压直播的 就给藏宝图啊 定是怎么定的 这不一定 不一定是怎么弄 定是怎么定的 所以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说 就比如说你们觉得 怎么样 亏不亏那怎么办呀 这东西不是为了你们爱看吗 亏是肯定亏的 主要之前说有赞助 之前他妈说有赞助的 你知道吗 大概能有四十万赞助 还能赚一些钱 但是真的到最后 但是真的到最后 就没有人赞助了 就只能亏钱弄 但是也没办法呀 主要都已经说出去了 怎么 人家不赞助了呀 人家觉得 可能不太好吧 人家就觉得 没什么用 没办法 本来 老人杀 节目 现在就比较难 招赞助 虎牙给一部分钱 虎牙要不给一部分钱 做都不做 但是我是想要做 就做好嘛 你一做好 你就要弄 弄一堆别的人 人家不会 人家也不会给很多钱 人家能给钱 虎牙能给钱 就不错了呀 火牙能给钱 就不错了 准备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我会邀请一些嘉宾 我会邀请一些 就是跟我关系还行的 或者说自带一些粉丝流量的 比如说微博 两百万左右粉丝 然后 网红 比较知名的 或者是关系好的 我会叫来 剩下一些不是很火的 关系一般的 两万块钱 报名费 可以来 剩下的就 就不要 就不用说来不来的事了 就是个门槛嘛 要想来 要想花钱就来呀 不想来也不用说呀 这个你怎么能 不叫我呀 我这个 想来参加呀 那没办法呀 人都 都想来 现在想来的人太多了 感谢超粉 感谢游客开通的超粉 谢谢 不贵呀 他 哎 但是这两万块钱 能干好多事 可以把大黄的拆旅都报了 大黄在 成都 他每周跑过来 飞机住宿 这一记下来 怎么着 也得两万块钱 拆旅吧 能 能 能把大黄拆旅都解决了 刘奥怂的拆旅也得管 圈圈到处来 拆旅也得管 这 如果他们来满八七的话 来北京住酒店 一个人也得一两万块钱吧 我 怂哥又不是自己来 那不得带个人一块住吗 那 这你说 但是应该不用管俩人 因为住一间房 应该不用管俩人 是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不上去 那你说我们这 都不是 对管吗 你看 蒲亦兴就在北京 这就把钱省了 怎么上一次吧 天黑 请闭眼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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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打车包箱吗 噔噔不打车吧 不是 为什么要打车呢 都在北京那么多条公交线路 为什么要打车呢 不能环保出行吗 非打车 就因为他老天天打车 北京交通才这么差 如果北京市民只坐公交车 那他妈北京交通能差得了吗 还打车 我不是给不起这打车费 我是看不上这种行为 凭什么打车 公交肯定报销啊 公交肯定报销 你可以坐地铁和公交嘛 对不对 那肯定报销呀 急怎么了 万一车上女的多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还暖和呢 真够逗的 没钱 都要我自己垫钱做大师赛 我妈真吐了 我妈真的吐了 我自己要垫钱做大师赛 你怎么弄啊 我不是冤家 这个八字报 看一下 是因为 看见这么多人开黑 然后不想玩了吗 所以说自保 我这里是一张好人牌 没什么好聊的 过了 底牌是个好人 听听后面牌发言吧 因为我后职位上的牌 有在井上的 我觉得蓝自爆 连发言都不听 可能蓝板上打格式 已经有目标了 或者说他们已经有了 要兜的人了吧 我感觉 因为 这个蓝牌 怎么也要听听 井上的牌 我觉得12先发言了吧 还是谁 怎么也得先听听发言 跳不跳吧 他发言都不听 直接就能自爆 那他肯定是有目标了 对吧 听听吧 我好人啊 这三听不太出来 狼人好人 说实话 反正总归 能听到对跳吧 对吧 听完对跳以后再说吧 我是这么感觉的 你说他 八玩不玩的 这个东西不清楚 但我一般看到 一开局就自爆的 一般都是有目标了 好了 一般都是有目标的 过了 第二天验的那个六是个好人 因为井上那个时候 还有一二四十十二吧 我应该记得没有错 第一天翻的这个二 的确是个狼 第二天我就井下随便翻一翻呗 就看翻的这个六 六是个好人 那我们今天就把二号出了 然后我看那个四十十二 谁跟我对跳吧 因为八字爆了 昨天是个平安夜 可能守卫是守了我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形象比较好 可能守卫是守了我 那今天就先出二吧 我不是榨身份啊 因为这个时候 榨身份就没太大意义 所以我就出来跳一跳 那我就过了 张十二号爬了上方吗 因为我刚才自爆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是第一个发羊 那十二号玩家在这个地方发羊的时候 你不去再研究一下张十二号玩家上方吗 那我撤了啊伯格 对吗 这是一个点 然后的话就是八号玩家自爆 那无非就是不想玩了 那一号玩家给二号丢查商 对二号玩家 确实我说实话 对二号玩家有点不公平 因为二号玩家的反应 不像是一张狼人牌的反应 如果他昨天晚上假如说 就叨了你一 你一号玩家在这个地方 百分之八十是个钢铁员家 守卫牌起来告诉你 我刚才晚上守着这张一 或者女人告诉你我捞了这张一 那二号玩家是逼死的 二号玩家在这个地方 但凡是个狼人牌一定有动作 好吗 这直戟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过了 我过了 我再听一听后缀人的发言吧 我不是个鱼 好吗 我觉得那个十二号发言还行 然后一号人家是不是 一号人家是不是那个原家 我也现在不太清楚 这八号人家自爆 起码有堆跳吧 对不对 这盘肯定会有堆跳 那我们看看情况吧 好吧 看看堆跳情况在这边吧 那我就过了 我觉得十二号是好人 一号人家是不是现在不清楚 因为毕竟这个发言顺序 二号人家也没有办法 这表水了 如果有堆跳 看看堆跳情况 好吧 然后我过了 六十个影响 讲错了 六十个影响 我晚上想把这个洗衣给它闷掉了 楼下的开黑 不是看到观站 我晚上说 不要不要读 你最多能读掉 完成一个任务是读掉JY 我说我心想 不行 我得把它读掉 好吗 我特别想读它 贼 贼拉了响 我今天听完发言 还挺想读的 因为这个JY 我觉得得试个狼 得试个狼 他告诉我 第一天验的这个六 第二天验的这个二 一般不就是 第一天不验这个二 第二天也不验这个二了吗 这个二好像还是紧上的 你验这个二 第一天验这个二 第二天验这个六 对 你对脚位 既然想用这个脚位 你今天为啥不去验呢 验我的银水盘 而且告诉你 我不可能是扎身份 我就出来跳一跳 那你不是个扎身份 你是个汗跳呗 是这么个意思吧 反正你跳的不咋地 就算JY都听不出来 你是个啥 那我觉得你跟JY共身份 好吗 吃毒 好吧 我堵死他 要么投死他 要么就堵死他 好吧 我过了 六说的银水盘 好吧 六说玩家 你听这个一 像不像是个预言家 这个十二 也没啥也没聊 你在脚位啊 一给六发金水啊 这个发言 反正不是个预言家 但是依那个发言 他常也都那么发言 听不出来确实 但是我一直想打 那个十一号牌 这张牌在井下 我就觉得他不好 就就那么简单 好啊 他那个 我觉得他在井下 总是要有点操作的 但是很奇怪啊 他那个发言起来 没有什么操作 是不是晚上朗道歪了呀 嗯 我就现在那个 听后面还有没有 对跳的吗 那十一这张牌 我先打 十这张女巫 爆六银水 一爆六金水 那万一六起跳 那就好笑了 好吧 我不是预言家 反正也不是女巫 再听听后面跳吧 万一六起跳 那就一定行流 过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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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礼物 起好家黑曼了 感谢 我是井下的 我跳什么呀 这个九号牌不太好 说我有可能跳 然后就是有点 抓晕的意思 这个九号牌 然后这个一号牌 因为 呃 我看歪哥直播嘛 也看你 就是发言 就对你发言有印象 然后 觉得你好人牌的时候 的状态非常高啊 然后这局 因为发言少 就是没太听出来 再听一下 四五里面当中 谁跳吧 好吧 现在我应该是 除了女巫身份 全场最高的 然后 反正我是个好人牌 他是 然后听听 那一个人发言吧 嗯 一号牌 主要的问题 就是发言太短了 然后他说 验我六是 井下随便验的 那 左这个已经 验出一只狼了 对吧 你怎么不 用来井下验呢 就不信 这个一的这个点 其实 很明显 这个二啊 明知道 对吧 第二天是平安夜的 这个情况下 他在这个位置 对 对你 对你前之位 包括后之位的 几张牌 都没有那个了 都没有防守性动作了 对吧 我觉得 十一应该是好人 就 我觉得十一 如果说底牌 拿狼的情况下 狼队友 基本上晚上 肯定是看到 看到这张牌的 看着这张牌的 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 我是 比如说 我跟这个十一 如果说是 两张狼牌 这个情况下 对吧 我看到这个十一了 哎呦 我操 那这把不是躺赢吗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 巴这个自爆这个点 可能这个十一的底牌 不为肥 对吧 那 左周围应该就是 这个一 那我底牌是个好的 那这个四 应该是个冤家了吧 对吧 三张牌 三张牌 有没有发过烟 我不知道 我没注意 因为我刚刚被卡 卡掉出去了 对吧 我觉得一是狼 那二就是一个反击 那其他的 再听一听 对吧 先说一下 第一天验了十一 好吧 第二天验了 这个七 十一金水 七查杀 先说一下 一样的心理路程吧 一三七九 十一十二 我记得是这几场牌 因为我刚刚离线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 我刚刚 就离线 因为这个七 我的这查杀牌 它是黑麦的 懂了吗 我以为我黑麦了 先说一下 一说验这个十一 我记得是一三七 一九十一十二 这六张牌 开黑进来的 验你的时候 我一看开黑进来的 我真的 我对开黑的 没有什么好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就看一下 你们到底是 你说什么情况 好吗 为什么没去验三合十二 三合十二是两个 比如说头像 应该是情语的吧 我想给他们 一说稍微 稍微一说 有点游戏体验 好吗 且 这个十一 对吗 是街外 懂了没 我就开了这个十一 十一张精髓 第二天开这个七 是因为什么呢 八自爆了 这个十二 对吗 它是井上 它向你没发言的 八直接自爆了 我也不可能去井上 一起验啊 对吗 井下的话 又是为只有七和九 我想去定义一下边角位 所以开了这个七 是个狼 好吗 我觉得我今天 再开两张 你说就定义一张牌 就差不多结束了 开这张三 或者这张九 好吗 你守卫信的我 我你来守我这个十 信不过我 对吗 你把这个十一 给我守住就行了 我对话你女不 你 你说 那个啥 你你说觉得 因为今天啊 这个七黑脉 我想轮次 直接搞成一和四 懂了吗 因为这个七是黑脉的 我对话你信 你黑脉了 你能不能出去 然后再回来 好吧 我给你一次机会吧 好吗 我因为 因为这个一也是 一说啥也没点 他就给这个前之位 发完言 这张二 发了一张查杀 这个二是张反向金 好吗 这个五 是井上 你说也是后之位 他觉得这个四十个玉的 六四第一天 你饮水 我不会去盘 懂了吗 那狼不就只有三喝酒吗 所以说 我愿意以上 差不多游戏结束了 好吗 就对话你女无 你不信我 这个四年晚上 把这个二给我读了都行 好吗 这个二还没有发成分嘛 反正今天初一 你信我 你直接把这个七给读了 好吧 过了 我是想 别说我为什么不出这个七 我想给这个七 一点游戏体验 好吗 因为他黑脉 那就把他满一干出去吧 兄弟 完了 一自己投自己 完了 我是个狼 不知道 你四号 你有些东西 你不该说 有些东西该说 有些东西不该说 你自己不知道啊 没了我本来都没跳好 没跳好是我的问题 您都贴了 你不知道啊 算了我都懒得说你了 我过了 天黑 请闭眼 我觉得还好吧 没贴吧 但是 你不愿意 想让我先 自己的好 这还没费 然后等胡辣 给你包 你再给我吧 天亮了 肯定不能让你先掏差旅费啊 你先借我二十万 然后我自己垫钱 然后等胡辣 给我报了之后 再把钱还你啊 我怎么可能让你他妈自己 自己掏差旅费呢 怎么回事啊 我操我的妈 可能让我怂个自己掏差旅费 这个发言 没了 我是个平民 这四好玩家发言 也太让人伤心了吧 八十二毒了都行 我 我不是你的反经吗 凭什么我吃毒啊 你要给一个狼游戏体验 我一个平民就要吃毒吗 凭啥啊 这也 你发出这样的言来 太让人失望了 我半年没发工资了呀 真半年没发工资了 我过了吧 半年一分钱 我也觉得三九里面 得开一张狼 贷款都还不成 可能是九吧 因为九的发言 说实话 除了六题跳我新六的时候 我直接就给这个九标了个狼 没了 好吧 你不也给狼游戏体验行吗 半年没发工资 那接到茶山的平民牌 是不是也挺 听到你说 哇 二也可以吃毒的时候 我真想挂你 想想算了 怎么你也是个阅言家 对吧 过了啊 我平民 为什么挂这四 因为当时我以为 这个一是个约翔 结果没想到 这个一出局 热狼了 因为我在想这个 一如我是个狼的话 二是反向金 我三这里 我就盘不齐 好吧 过了 听你四号发言人 都不想播了 别想这个九起身出来 打冲锋 对不对 且又只为开了 七和八两张狼 这个九 我真的不想去开 你这个三是在 斐坑里面的 结果开你是个精 我也没有 鸟什么 一说现在天狼 都不可以鸟心理路程 对不对 我去验这个十一 验这个七也是心理路程 你不可能让我瞎掰 对不对 你什么你这个一走的时候 说这个是你要的 有的没的 我没说你有的没的 我对话这个牛 你不信我 你去把这个二堵了 你也不能堵我这个事 我这个事 那我就不让大黄来了 那个报应人 对不对 不方便 那你说你不能说 不让小蕾来 不让孙小蕾来 我现在都在你 大黄现在也不能来了 对不对 那我刚没注意 那跟你有关系的人也太多了 我晚上看到你们几个 开黑的进来 那我就不让大黄来了 我都没怎么注意 然后最后 这好像就是街外的 对不对 还是开了 就过了三斤水 这个酒有身份的话 让歪哥莫自卫去盘一下吧 就过了三斤水 这个酒有身份的话 让歪哥莫自卫去盘一下吧 好吧 基本上拿不到牢啊 因为我跟他 比配到过 那大黄来 孙哥不来 那我肯定要孙哥来啊 我是个盾啊 我第一天空手了 第二天盾了这个石 一开始我以为 我第一天盾了 不是 不是不是 我第一天盾了这个 这个石衣的 说错了 但我底牌是个盾 就你不要因为我的 这点口误来打我 好吧 我第一天盾 盾了这个石衣 为什么盾这个石衣呢 对吧 给你们聊聊 因为我看到 看到他这个头像 头像的这个情况下 而且我看你们这么多牌 都开进来的 对不对 我就笨着奶死去的 对吧 我就笨着把这个 橘外给奶死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老人牌 刀章牌的这个概率 其实还还蛮高的 对吧 那结果第一天平安夜 然后 那第一天顿过这个 石衣了吗 对吧 那顿不了了 顿不了了 那就顿了这个石 对不对 平安夜 好吧 昨天晚上顿了这个 4 那你4晚上可以死了 好吧 我晚上肯定空手啊 对不对 你们狼人牌 如果说要来刀我 那没关系 那这个4再多抱一轮印人 好了 你就跟蒲一星说 你就跟蒲一星说 这届大支赛需要30万 你已经借了我15万了 然后你说还差15万 你也别提这事 你看他怎么说 好吧 那我 情感的话 应该 那可以 那一星要是自觉的话 那就是 那就 都是跟来跟学的 好吧 我只能 我不知道 我只能 观众朋友们 想办法想到这 记不记得我了 我就是 前几天 那个汉跳狼 发言贼刺的那个 然后这轮先出酒吧 好吧 过了 我单排吧 晚上这个8号 起来就说要自爆 我都跟他说 你不要自爆了 可以好好打的 你说真的狠死了 真的是 第一天到的6 第二天到的10 结果他们两天平安夜 你这样叫我怎么搞 哎呦 气死了 反正那个 是个老 就最后一老了 也不想自爆了 不要浪费这个钱 好吧 回头你们就把我出了 哎呦 我真的烦死了 想打个 打个冲锋吧 也不行 想打个道工呢 也不行 这个伊赫斯的发言 真的气死我了 这一出去还认老 哎呦 狗火怎么回事 哎呦 那那那好人去 那个12123 刷点礼物吧 哎 单排了 单排了 我单排了 单排了 单排了 真单排了 这不是 我不想双排了 不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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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排了 觉得质量太差 还不如单排 出口 最后 太差 了 门 就 游戏结束 好人获胜 无所谓啊 单排退 单排还不想玩退出来的 大师赛现在我得给人钱 你看垂垂和大宝 人家自己有工作 人家下了班之后 人家下了班之后要赶过来 就要给人家钱的 就不能说 垂直跟大宝 现在已经不是GIC的员工了 人家自己有自己工作 人家要弄这些东西 你不得给人钱吗 人家我可以刷脸 就我说 你说你帮我 你们帮我搞一搞 好吧 我那个人家可以帮我 但是没必要啊 你说 你说这东西 没法弄 WORK בכ 那 那么 那 这个 感谢观看 我怎么又是狼呀 清晰清晰 怎么回事 我那个是个好人 我第一个发言 女大宝 我这人呢 也不太喜欢讲骚话 但是我也不太建议别人讲骚话 但是我这个人 我特别喜欢站边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发言又站不了边 所以小资本不能抽奖 有个退水流 我听谁向我就为他退水 那我就过了 我发言了 听关小一点 你那边 我发言了 我是一张好人 好吧 我呢 我这个人其实还是蛮厉害的 个人觉得好吗 我呢 分辨预言家分辨不太清楚 但是 我在那些狼坑当中啊 挑出好人来的 这点功夫还是有的 好吧 那这局呢 反正预言家们就好好跳吧 我呢 看看能不能站对边 但是呢 我会从那个狼坑里面的人 挑出一张 挑出一到两张好人来 我就过了 上进来就不会别的 过了 他这个东西 我给你三个人做个君子决定 我给你三个人做个君子决定怎么样 三个人你把票点给我 我不是冤家 但我保证你一定拔拔在莫队发言 我们兄弟俩在莫队归票怎么样 好不好 这是我跟你做的君子决定 当然你如果说莫队不把票点给我 我也无所谓 我是个好人 这个你放心 我绝对是好人 我对前队二次的身份判断 我认为二号家比四稍微好一点 但我们打四号家一定是狼 我记得开开进来好像是一三 一三四六 那可能左这位开多个好人 三号一张牌 唯一一张呆在景下 应该是四张好人 好吗 我希望你能把票点给我 我们俩是好兄弟 好吧 就 外这位我们俩归个票 那不太好吗 要约人家干啥吗 是不是 嗯 我就不放手了 我希望你能把票点给我 因为我 我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 就外对找狼 好吧 那警察观众还挺多的 有主播吗 我前队一听四号家并不特别好 好吧 再听听后队发言 我希望你三把票点给我 好吧 让他们都在前队发言 我们俩在队发言 行不行 来 记个掌 这边有毛病吧 十一号金水报两遍 验这个十一呢 也没什么心目的意思 偶遇过 不过前几句就是偶遇过 那这个景会呢 我一定会压这个三 因为景上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发言 我觉得你是梁静 留给你的勇气 告诉你景会给你 你不是当冤家 对吧 我觉得你当面有的 你告诉我2比4好 我觉得4比2好 好 我验出了2、3 如果是当军手 我就会打你1、2、5 走开点 为什么跟我说 因为你的听感 一定有问题 好 十一我跟你讲 你是我的军手牌 好 我听完一圈发言 我会跟你点四张蓝牌 第一张景会流 永远是落这个三 为什么落这个三 我要看一下景上四郎 还是三郎的格局 对吧 那你三给我上交 我可能还会验你 为什么说的 那你给我上交 我验你 那你是当金水牌 那正好 好啊 那你四张蓝牌 你不要紧的 请你出局 这是我对方 你算三吗 没验你这个七 希望你不要什么 你上哪个牌 我跟你这个七讲 你应该感恩带着我这个六 好吗 那你四张好的牌 去里面金水 好吗 所以说第一张景会流验这个三 后续我听 为什么是后续我听呢 我不知道哪个位置的跳 对吧 八九十十二一 这几张牌 两张牌给我 哎呀鸡 说错了 七八九十十二一 这几张牌跟我跳 对吧 我不知道哪张牌跟我跳 我只知道十一是金水 打仗就跟我这三 用钱之后的发言 都没什么 我觉得听感 四比二好 好吗 战缺点两张牌的牌 一二五开两腿 我觉得这个三应该在景下 好人面是巨大的 给你点压力 也是给你点动力 好 下个问题 我还是会厌你的 过了吧 我觉得没什么聊的 景前什么都在扯淡 后续我听完发言 我会点字 让蓝牌 点错了 那你问我这个六 五开四应该没问题 过了 还行吧 我觉得那个六号人家 发现还挺像的 五号玩家 我觉得这个心态应该不像狼 至少他那个心态不像狼 二四没听出来 六号人家 我觉得挺像的 他验了十一金水 然后整体感觉还可以吧 听听对跳发言吧 好吧 我先过了 我觉得五号好人 二四没听出来是好人 听出来这个六一定是个预言家 好吧 他说给十一号牌一张金水 对不对 过麦了 我不知道 我对他评价 我不想点 就他一个跳着 我点他干啥呢 等后这位跳完之后 我再去点 我的麦的回音应该不是特别大吧 我觉得这个六号牌 不知道 再听一听吧 其实 我觉得 他有一点 是让我觉得 比较像吧 但是又是这一点 让我觉得不像 就是说 你要去验这个三号牌 这一点 你说三给你打票了 你也要去验它 就这一点让我觉得 就是如果他给你打票了 而且发言过关的话 你还要去验它 干嘛呢 然后 觉得像的话 也是这一点 就是老人牌 一般那种套话 都会去讲什么 你给我打票 我保你啊 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有执着 就去验三这一点 让我觉得他有点像 所以我现在挺纠结的 二号牌 我觉得像一张 老人牌 哦 二号牌退水了 我看看他什么时候退水的 二号牌是在 另外牌发言的时候退水的 这张牌呢 他说他有打一个退水流 那万一后面那个 你听着更像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吧 有待 有待欠缺 五这个位置 如果你真的吃到这个井辉了 那估计你三五 两张牌的一起 打包带走了 所以我觉得你刚的时候 没啥意义 听一下吧 再过了 七八不好点 二号金水 再说一遍 十二号金水 我听九号人 我听二也像狼 其实狼人是开视角的 那会儿人家说 四比二好 五号玩家说 二比四好 那我站在五号玩家的立场 五号玩家可能觉得 二号玩家在一个黄金起跳 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他觉得 二号的发言 是狼可以跳 或者是 是这个黄金起跳位吧 所以六打五打了就很奇怪啊 我警上听九号像好人 是因为九号的发言 我觉得他去点评六号 他不是在骗人去点评 他全是觉得二不好 他觉得六号那点 他听不太懂 所以我认为点不错 不是这个鹿鹿和开王 你们俩是什么意思的 我带你们狼人杀 然后你们就 因为他可能第一轮 不管六号跳成什么样 他可能就不太愿意 去点评啊 其实六号做不成 余安家的点 有两个 我给你们分析分析 第一点 一三四六是开黑的 这不相信开黑小伙伴吗 假如我在六号 三号是我开黑小伙伴 听不出我发言 不就是狼吗 那不就免验吗 为什么要留三号的警会留 给你上个票 还得验一验三号 这就很奇怪啊 所以三号这张牌呢 对我来说就不敬验 你给六号上票 你就交身份 或者你去盘 我为什么不是预言家 盘不出来 那可能我就认为 三号你是狼了 对吧 我不觉得预言家 是贵士服务 而且一三四六开黑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 有数据库 好吧 所以如果说三号 他信六号是预言家 我验他 他也不会给我上票 那同意 我就把二号玩家 开调对个答案 那我验了二是狼 我觉得五号玩家 就应该是 逻辑上的好人 对吧 那么六号打二号 那么就是狼打狼 那么这种局 右半边呢 我就再听听 十一号的发言 我觉得我留不留十一 没什么所谓 我留十一就是 无非就是什么 那么看看六和十一 到底是不是共编 或者是六号是骗十一号 还是十一号 真是六号玩家的狼同伴 其实七八的发言 真像九号玩家说的一样 听不出来 所以七八呢 我会再听一听 因为我预言家 我听九好人 十二是我验的好人 十一这张牌呢 我听听他发言 十号验了十二 可能会把十一号开掉 如果我听十一还行 我可能会在七八里 去找个容错 这就是我所有听完 一圈发言的点评 那至于一号玩家 这张牌呢 我不太想点 为啥呢 因为编角六是狼 所以呢 我不需要去点评 一号玩家到底是好人 还是狼人 我过了啊 我紧回来就打二号 没了 六 因为我听完十号玩家发言 我听六的发言啊 如果我不接精水 六跟十两张牌单听 我可能偏信六 那六给我发精水 他聊了心路历程 我信六的点就更多 首先我先聊一下 十号玩家 你哪里聊的 我觉得不像个月啊 因为六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二号玩家是放手的 对吧 六说了 四跟二两张牌 他觉得四比这张二 稍微好一些 对吧 但是二号玩家 在六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他放手了 在你视角里 二号玩家这张牌 禁验吗 根本就不禁验 你说你们刷一千块钱 就刷毁安一号就算了 你还要抽这东西 为什么你还要去摸这张二呢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愿家 还不如直接刷毁安一号 二张牌如果我是愿家 他在前面一张汗跳狼发言的时候 他警上已经有一番发言了 他说他要打退水流 那前面一张牌 是一张汗跳的狼人牌 他发言的时候 前面这张二 他直接放手了 在我视角里 这个二一定是不吃咽的 就看这个二警下的站边就没事了 不站我的边直接就打死 你不是敢打退水流吗 你的意思是你刷一万你还不就直接刷呢 你抽一万 你既然不站边我 那你狼人啊 对吧 所以二号是不禁验的 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底牌好人 我 我觉得十如果为冤家 一定是七八里面去验的 十二是你的精水 十一听发言就OK了 打到二的警会流 我认为有点爆炸 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你们外之位上的好人牌 可以再分析一下 你们也可以聊聊自己的感觉吧 反正我把我的感觉聊出来了 我觉得不太像 好吧 就 跟接不接精水 其实关系不是太大 如果我是外之位上的牌 我依旧会这么聊这么听 好吧 别的没有了 我想站边六号玩家 我觉得六跟十两张牌的发言 一定是六号玩家 比十号玩家要好的 其实验三那个点 我觉得可以理解 如果我是个预言家 仅下只有一张牌 我肯定对这张牌放心不下的 哪怕他上票给我 又怎么样呢 对吧 你说听他发言好呀 乱七八糟的 那如果有狼人牌 他就要打这种格式来倒勾我呢 倒勾我给我上票 发言特别好 去躲验呢 也有可能啊 我觉得预言家牌 是对外之位 每一张牌都抱有怀疑的 所以去验三那个点 就像九号玩家说的 其实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这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六跟十两张牌 我更信六 且六号玩家 跟我聊完心路历程 我更信六了 好吧 单听发言 你们两张牌 六比十好 那聊完心路历程 我作为一张好人 我一定更信六 过了 信呗 12号黑麦了 12号不发言 其实这盘分辨原家 还挺好分辨的 因为六号玩家的状态 就是那种 一看就拿到原家的 我们其实不用 玩这个游戏 都去说什么 谁验 能不能验到谁 谁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们不是原家本人 所以我们想不了 他要验谁 但是你从原家的状态上来讲 六号玩家和十号玩家 两个人的发言 六号玩家 他有一种那种 就是拿了 他自己真的拿了一张原家 那种不屑 你就知道吗 就是他不太想 跟别人叨叨那么多 而十号玩家 他的发言 其实是为了让别人 相信自己 而是去解释他的发言 你知道吗 他自己的发言 其实就很不自信 他说 我这个 我再听一听 不去定义什么 十一了 因为十一要怎么样 他就是 拿原家 就再听一听就没了 正常的心态 就是别人爱信不信 十号玩家 你的发言 在我这里全程是黑麦的 我只听到最后一句再听一听 你们其他人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我在锦上 正常没什么学 我有点想这篇章六号玩家 十号玩家 你其实有两个地方聊的挺不好的 因为你的视角里面 你对这个三号玩家底牌不关心吗 你拿一三四六开黑这个数据库 你说你们是自己打得多 我其实并没有 我跟六号玩家也很久很久没有一起打了 我们难得开黑开一把 就刘晓松也不告诉我 他差旅费要多少钱 然后遇到了七号玩家 也太快乐了 我是你多年的粉丝 从小看到大的那种 从小看到大 十号玩家 你对三号玩家底牌是不关心的吗 三六在你的视角里面 有没有可能形成两张狼人牌 六号玩家要强下三号玩家的景色 庞州到北京坐高铁多少钱 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拿这一点去打 你对三号玩家底牌不关心 我觉得你不是很想要这个景色 或者说你可能认为 你有这个能力能拿到这个景色 怎么有五万啊 对吧 你可能有这个底气能拿这个景色 第二点 六号玩家他景上是打了 一二五 庞州来北京 干嘛要坐飞机 坐高铁不是好了 他说听这个四项个好人 如果三号玩家 是好人的情况下 他可能要打一二五进狼坑 你为什么会打这个二十个狼人 圈圈的你来出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我就不乐意了 反正我没有听出来吧 如果说这个十号玩家 硬要打二十个狼人 那我从家里到那地儿 我还有油钱呢 怎么没人帮我出呀 是不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打二十个狼 因为 别叫圈圈来了 哎呀 自己不缺女嘉宾 他保了这个酒 那有可能警察 你说小伟什么 大黄能来吗 要别叫圈圈 你省点钱吧 其他多的吗 我认为十一发言 就是个很 十二说 你省花点钱吧 你省点钱吧 韩王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多吧 我就是认为六项的原家 你省下钱 干点有意义的事好不好 不要 不要动不动 就这么感性 你理智一点 好吧 你不要动不动 就帮别人出钱 你知道别人有钱没钱 怎么回事 繁水从天津过来 哎呀 我最近在帮繁水搞个事 他肯定不能要我钱 我最近在帮繁水搞个事 蒲一星也肯定不能要我钱 我最近在帮蒲一星搞个事 哎 不是 韩王你没懂 有些嘉宾是必不可少的 韩王 但是有些嘉宾呢 就是来不来都可以 圈圈圈是跟我那种私交比较好 所以我希望他来 但是 拆旅费这边 我尽量争取 你捏出 我帮他争取 一号人家那个不只发言 我认为不太好 是这样的 一号人家你认为六为预言家 左就是对 那不就是二四 二四五吗 对吧你说十八九放了 九大概率是好人 那就七八十十二左右这边 对吧 左这边二五 我底边好人啊 消息 没权 我警察确实认为二四的发言 我评判不了 在这个位置总微对对他俩点评点评 谁也没比谁高 是不是 七万家警察把我保了 管因为他是个匪 没多大必要保我吧 那歪哥可能是个好人 自从你不出视频了之后 哎呦 彻夜难眠啊 歪哥 我不知道抽烟对对你那个直播 有没有影响啊 那我就拿到一边去 我警察说实话六十的发言 还得再听 我没听出来是一定是愿意 这五号那是好人啊 我不会什么强占别 因为十的 我说实话十的发言 我我没太听到 可能刚才我 这回大师赛播出来之后 你们一定粉丝和粉丝之间吵架 九十的发言 我可能都没太听到 我告诉你到时候 这微博 我连回来的时候 超话之间你都对喷吧 我告诉你 绝B吵 甚不吵 那么警察十一号年的发言 肯定吵架 我不知道这个 我连十号人家验了谁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 没办法进行点评 我后这位再听听发言 那在这个位置 别的东西就没有了 至于说警商 那个什么让三号家点票给我 那无非就玩一玩 在前这位就看到一张牌 在在警下 是不是 那随便聊一聊 那么在前这位 总归不可能滑滑卖 就直接过了吗 那总归是不太好的吗 对吗 我拿一张好人牌上 总归要发发言 那对于前这位的定义 二十四两张牌 我点评不了 就认为随便点一点 二皇家能聊那个什么 我认为谁是预言家 就于翟尹和廖松 两个人绝逼会打起来一次 至少 至少 如果他们不吵起来一次 我就直播间抽一万 就他们 比如说廖松 他们来北京录一期节目 来大师赛 他的于翟尹没吵起来 我就直播间抽一万 你们不敢保他 我敢保他呀 因为他敢保我呀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 对吧 这个游戏就简单一点 不挺好吗 再听你六十的发言 你们谁能听完 你能六十的发言 告诉我 六皇家十个铁语言家呢 是吧 你也不一定吗 你敢拍着胸土告诉我吗 那也不敢吗 所以说还得再听一听 好吗 那就不 我要六十里面站边 我可能会站边六 我觉得六的发言 可能更诚恳一点 状态也更好一点 其实我认为他的精髓的发言 挺不错的 给你五千 十的发言 我真没钱 廖总 我真没钱 我没骗头 是真他妈没钱 具体但是发言时间太长了 且我曾经在遇见七号 外哥的这个喜悦当中 好了 所以说没有特别的投入到这局游戏当中 怂哥 你来 你十几号来吗 不是 你来 你来见见一众一伙 你看看尹哥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被王宝宝气的 还是不做了 那就看天了 但是最近是没有这么万天了 气胖了二十千 我是个女巫好了 光气胖了二十千 因为我没有认真去打这把游戏 反正按照我的性格 我是不会去跳的 反正八是我的饮水 放备气的 长了二十千 我是在面六的 我觉得六比较像 总的 总了二十千 我觉得五也像好人 三四五是好人 十一是好人 那井下三他投票给六的 讲道理啊 我如果这轮是狼人 我也会投票给六 我在井下是个狼人 我也会投票给六的 因为六从各个方面来说 我觉得比十要好一点 好吗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场比赛 三不一定为好人 好吗 就WCO第二赛季下第三赛季下 最后一场比赛 好吗 那个诅咒是个狼人 井下围一张牌 倒钩争与人家 好吗 那把那个打崩了 好吗 我就怕三号是这样的牌 这种牌 我这样没听过发言 好吗 我再听一听 好吗 我底牌是个女巫 反正八是我饮水 一井上的发言 我觉得一般般吧 我觉得五是好的 我觉得五是好的 七 七我不知道 我不能去点评Y哥好吗 因为Y哥的水平很高 好吧 淋水 我就过了 你要送你让王神去组织组织 你们在杭州提前先玩两把 不然你来了没法玩 不然来了之后 你在新手的话没法玩 说明他在认证厅发言的 好吧 那这边坑的话可能一三 一三 那边的话一张十 那八寿的英雄水 不是 玩那个游戏之前要先贴脸 一定会说我玩这个游戏 一定不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 如果带了就怎么怎么样 那个游戏要贴脸玩的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上门给这个刘 我跟贾亚玩这个游戏都差点离婚了 搞什么 那我就想 真刘可能真的是个冤家 然后就上票给他 但是就个人看法 我觉得又不太像游戏家 我既然你把票上 我还说他不太像游戏家 我不知道我观点 对不对 因为他首先说 你上海玩家给我上票 我也要认你 你不给我上票 我也要认你 然后后面他说 你再减下 大概你又是个好人 我就觉得他太矛盾了 好吗 太矛盾了 所以觉得他不是特别像 然后这时候呢 要不是假 要是给我认错 我真的 我这脾气就不惯了 或者没有多少人了 对吗 但是后来他认错 态度比较诚恳 他没有定义 我也想算了 主要也是给个机会吧 好吧 也不容易 平时也挺辛苦 我也不是这么绝情的人 一打的是谁 一打的是我三号 一说要再面这个六 他说他不再面这个十 他说你三号玩家 在底下可能是 可能是能 他说因为你对话这个三 对他们 你怎么确定 你一定就能拿到这个警徽 他是打到我的三号玩家 是能他再面这个六 我这人脾气不好 真的 一直能跟十公民都聊 我平时在家一瞪眼 没人哪吱声 但玩这游戏没想到 敢跟我吵 我平时在家一瞪眼 没人哪吱声 但玩这游戏没想到 敢跟我吵 我也是惊呆了 一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七号玩家 我看他的直播从小看到他 七号玩家扎心了好吗 扎心了 因为我底边是个好人 我觉得这个一跟这个六 更没不了 知道吧 这个一号玩家那时候 不知道怎么定义 他只能跟这个十 更没了 他不是说要再面这个六 但他打二三十 可能是三拼狼 对吗 他在干嘛 他不想这个六 拿着警徽 这是第一点 对吗 但是所以的话 这一号玩家 X是三分定义 我能穿秋裤吗 全搞到的 我能穿秋裤 十岁九是个好人 我秋裤在这呢 我听这个九的发音 挺像个好人的 根本不穿好吗 那老科觉得 挺好紧的好吗 你当我找不到 请找好人 我底边是好人 这个五 这我不太确定好吗 这五要再面这个六 还穿秋裤 这五是说他不知道的吗 这五是说他不知道的吗 想听一下 好吗 等一下好吧 我再听一聊 我看这个六 怎么点坑了 因为这个 看他怎么点坑 这个一看一下 这一 这会没能发现 还有 这十一应该是个好人 这八好人 九也是 大冬里是好人 我觉得八九 十一 差不多 这个七号 再听嘛 好吗 我不太认识他 我玩这个玩的时候 这个十二也没听到发言 这十二说他不知道 X是对吗 我过了 你们 是不是觉得 我想跟六号玩家站边 这九不是个大铁狼吗 九说你二号玩家 哎呀 你站那边 你后面听 如果他像你 你怎么站边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压对了 那不是你九的玩法吗 因为我听一个人 我就能知道 干嘛呢 首先六去验十一的新路程 他非常的薄满 虎牙 第二点 一二一二三的直播间 播狼人杀的时候 当然我的发言 不就是打个退水流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直播间的观众配置 都足以能够 你这个概率都压对原家是谁了 十在那里 把这个二都快打死了 他又说去验那个二 怎么回事 蔡在那里 他要不要对四五做点评啊 因为六是一个汉跳 第二点 其实八井上的发言 你们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占边水平 八在那里 我觉得他是个狼 在没拍到饮水之前 我觉得这个八是个狼 因为八没有去找六 到底是不是个愿家 因为好人 他得去找狼啊 他对所有人都没点评 我认为他不积极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八是狼 那九的时候 十的时候 他去保了这个九 说这个七 可能是个好人 给六身份空间 那对八的定义是什么 他是不是默认为八是个饮水 他就不聊这个八了 第二点 十去保了九 认为九十 好人十二是个精水 十一 把那个发言点起来了 那十一是个X 不知道 一是个边角位 好人狼人也不知道 那你觉得这个二是个狼 六是个狼 你觉得这个一 是不是好人 概率开多好啊 没了 我觉得这轮三 不太像个狼吧 三像四个狼 应该不会上给这个六 而且说怎么 我又不太信这个六 我觉得没大必要吧 当然啊 有可能有反逻辑 他想上这个六 隐身份 其实六在井上聊的特别通透 特别他对三的点名特别通透 因为你三 上票给他 他要验 是因为他要觉得 井上有四蓝 这盘真的没有你们想象 那么简单 好吧 所以我 我想跟六站边 那个 我觉得九并不好 因为他说来说去 都没说自己站边 他打六的理由 也并不好 因为六说验了十一 他就说 你就不能验十一 这九不是铁肺吗 真够斗的 那个我也觉得一 不好 所有人都在打我这个二 你一凭什么把我二 你保我二 你是不是比我身份低 那你比我身份低 我真不怕 假样看我直播 我不接受恩惠 我怕的是我妈看我直播 六好 别人问我是个狼 我妈现在没事 老天天看我直播 我就受不了 这是最烦的 有好多话 不好意思说了 大哥我什么时候 保你是个好人 我妈现在没事看我 我是不是点你二三 可能是这个时的 肥同伴的 我不知道你是个杠人 还是你就是故意篡改 我好人牌 发现那张狼牌 是不是 五号玩家 你自己的发言的逻辑顺序 是矛盾的 我点了二三 可能是这个时的肥同伴 你为什么要说 因为三号玩家 给这个 有一次我在直播间说 跟假扬什么吵架了 二五是两个狼人 什么的 我妈给我发微信 发两百字 说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 不要 我是没有点到你这张牌的 不要老觉得 什么你们两个就是什么 我去战变这个六 家庭的全部 还要想想 点着二三 点的不对 你也没有点的 四号玩家 认为五号 那就怕我妈看出 就是状态可能 偏轻松一点 我觉得他发言的逻辑 就是在我这里 是一张狼人牌的逻辑 那有可能如你自己所说 对不对 三号玩家 我觉得是一张好人 六号玩家 因为如果三是个狼 他既然要选择勾 他不至于今天起来说 你们都说 这个六是个冤家 那六就可能 不能是个冤家 三个六一定是 供身份的两张牌 三如果是个狼人 只能是六的狼队友 不能成立为十 那我觉得 座之位就是你二号玩家 井上没有对你点评 是因为你在两个 起跳的冤家牌之前 发言的 对你点评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没有任何动作 你唯一的好人面 可能是在于 井下三号玩家 在井下对吧 你再一个起来发言 没有 他们没事 可能没有攻击性 可能是这一点吧 你自己看看要不要去 我觉得二号玩家 是没有吃咽的必要了 十号玩家 他离线回来的 那你就听一听 十号玩家吧 我建议你可以 把这个五号玩家 验一验 我对五号玩家的身份 定义不了 因为他的逻辑发言呢 是个狼人的发言 四号玩家 保他 是个好人 你可以定义一下 五号 挺奇怪的 我也觉得六号玩家 预言家 对吧 我觉得十号玩家 验不到二吧 其他的 前面我听了一下 我觉得都还行吧 没太听出哪 谁是呢 是三号玩家 在我这发言 是最奇怪的一个 谢谢韩王的火牙一号 虽然说按道理 就像你一号玩家说的 感谢韩王的火牙一号 上票呢 就没必要再去打了 那既然三号玩家 都不认丢一言家 那干嘛要上票呢 谢谢韩王的火牙一号 不得坚持自己的观点吗 所以一号玩家 韩王这样 你就把你要给圈圈 报销的那个钱呀 给我刷了 挺奇怪的 我呢就自己想办法 管圈圈的拆理费 好不好 韩王我就问你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咱们就这么定了 你看你这么算 是不是那个 后面再听到了 你就随便去给 是吧 因为一号玩家 紧上打二三的时候 我听着 里外里不都一样吗 对不对 你觉得那个位置 六为预言家 你想软站变六 打了三 这不是把三号玩家 往十号玩家团队里推吗 对吧 我觉得三项好人啊 今天一号玩家的发言是 告诉我 他聊到三六 只能三六共编 不可能三十共编的时候 我听到挺刺耳的 我感觉你在强行 拉共编关系 那一号玩家就不知道 我觉得二号玩家 去打九 也有点小问题 这个十保了九啊 那在我们好人的视角里 是不是觉得 站边了六 十可能为一张狼 那十保的那张牌 是不是大概率 为一张好人呢 二号玩家 去打了这个九 对吧 有一点点奇怪 我觉得一二的发言 挺奇怪的 相比三五两张牌的发言 我觉得相对来说 挺自然的 五号玩家的发言 他去保七 可能他就真心觉得 七号玩家保了他 他想保一手七 三号玩家听发言 也不太像张狼 确实没有必要这么聊 毕竟我听三的发言 还是挺真诚的 他既然把票上给你了 你自己看吧 好吧 十二号玩家听不出来 我听的不太好的 是一跟二 好吧 十号玩家第一天去验二 就挺奇怪的 二这张牌 一定是不吃验了 你带经费坐边上 因为在那个位置时 看到二号玩家的 这番发言和操作 二号玩家 你坐我那个位置 我在旁边站着 可能吃验的牌 所以你看吧 好吧 如果验了二 十二精水 都验到精水了 那可能后置 为什么没发过验的 让你在旁边吗 七九 先不盘八 可能会出点问题 好吧 我目前听下来 身为榜一 你觉得我那个 七号那个地 六号玩家 你的发言 就让我觉得 你有点像张狼 虽然你点了说 五号玩家 我不太确定啊 怎么怎么样 但你的发言 不太像张好人 感觉不太像个好人 好吧 我算了 我不点外之位上的牌了 我觉得我接了六 八号可以 八号可以 不是刘小松 我觉得我站边六 你挑一个 而且我相信六号玩家 十当预言家 六号也可以选 别的就没啥了 好吧 那你想吧 满场都说 六号玩家 为预言家 那他不就是 那个预言家了 那就 其他没什么了 我不给你 外之位上去打了 我只给你建议啊 我觉得 起码听到我 这个位置来说 咽一首十二 咽一首二 还是挺好的 二那个位置 咽出来是个精髓 一这张牌 就不一定是好人 其他的没有了 好吧 顺便还能定一定义 九号玩家的身份 因为二打了九啊 挺奇怪的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九可能偏好 因为十饱了九 他偏偏去打九 不知道啥目的 好吧 你自己去留警会留吧 要不 过了 哎 你们玩游戏 不就觉得我状态 不如六号吗 给狼人留点缝啊 一号玩家你吃毒 你铁狼 你井上保了九是好人 认为十一是好人 对吧 那井下你认为二是狼 三和六一定共鞭 这不胡扯吗 你要打三是狼 只能说三号玩家 如果成立狼人 只能是勾牌 因为十号玩家的发言 太弱势了 所以说三号是狼 也只敢给六上票 打一个倒勾 所以打三六共鞭 让六号玩家去厌武 你就是狼人 十一号玩家你是好人 我去一二就是对一个答案 因为七号JY 我觉得七八里面 不用去定 我井上听九真不太像 我认为五号 他第一天 把自己身份做得太低了 他说你看一三四六 四张牌 对吧 我听了二四的发言 没太听出来 所以我觉得 左阵队可能开多好人 这样的发言 如果他是狼人 他第一天只能在心理上 把大家给骗过了 所以七保五没问题 八号玩家是偏滑的 九号玩家是去打六号的 所以我的感官里面 我认为九项好人 七八定不了 我觉得没问题 我不是在和你们解释 我认为一二都是狼 二号玩家 你需要向六号去解释吗 你的行为上 已经向六号玩家认怂了 六号玩家点着你的鼻子 点着你的脑面 说二号玩家 你是个狼人 你啪就把手放下来 你不默认你弱势吗 一个好人永远是有机器的 我没办法不垫钱 我是好人 六号玩家 我认你是狼人家 但你为什么打我是狼人 我黄金起跳位 我都没起跳 我是不能够吃一样 我怎么能够是狼人 而且六是狼人家 他去打五 他去打五没任何道理 他怀疑二四里面产狼 对五号玩家有质疑 永远打不到三这张牌 所以细细的去听发言 永远不可能认 六号玩家的视角是预言家 你只能说六号玩家 他状态比较好 他敢打人敢认人 所以他像预言家 你们这轮再听听六号玩家的发言 他能点起十号玩家的狼坑吧 他要去填狼坑 他只能去打自己的狼同伴点狼坑 八号他喊不进去 十一是金水 十二号玩家最多是禁验 打狼坑最多是打二十 外之为一张打不了 而且再强打最多打二五十 五号玩家他也不敢打死 因为五号玩家我听发言 我觉得有配置 且我觉得他不像狼 那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一二六十三个狼 因为你们保七保的太多了 所以我验了 最多把七号玩家验掉 七号玩家如果验了是好人 九号玩家我可能保你真保错了 因为我听三号玩家这轮的发言 像十一号玩家说的 可能不太像狼 因为我定死一二是俩狼 六号玩家为汉跳 所以七九验一撒一就结束了 我是语言家 我希望女巫能回回头 你就把一二随便读就可以 这个十二号牌 锦上只听到最后一句发言 他说自己要再去听一听 然后在锦下这轮发言 你应该是没有去听到 这个六号牌跟这个十二号牌 第二轮 我慢慢最近有事情 那你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能说出 好像是偏向于这个六号牌这句话的呢 这是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点 如果说你十四张预言家牌 我觉得这个十二其实挺做低你的面的 十一号牌锦上打你的点 我当时我都觉得我替你感觉到有点不平 不平的点在于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要去翻这个二号牌 我是觉得是OK的 是可以的 但十一号牌用二号牌在六号牌发言的时候 放手的这一点去打你 我觉得打你打的有点强打 因为我觉得当时当一个预言家牌 以自己的视角去觉得这张牌 像狼人牌要去翻他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不会说是这个二号牌 就在去看他锦下的沾边 怎么怎么样的 但我听你这轮打的真的挺死的 你好像把坑基本已经锁定了 就是一二六七九中间 开五坑开四肺 把这个三号牌保下来了 那三号牌他说锦下没有 没有一定要沾边这个六 可是他的票是打给的 你们想办法 你们可以自己给他发发微信 而且我主要是觉得 这个十二五点做低你的面 这个二号牌一定是让狼人牌 不管说从刀型 还是说从发言上 首先第一点 第一天刀口味在这个八号牌 我们先不用去盘这个狼人牌自刀 我最近玩这个游戏 我发现狼人牌爱刀的牌 要么就是那种两张狼人牌夹着的 比如说七九为两张狼人牌 中间这个八号牌为一张狼人牌 去砍这个八 要么就是说单独的一张狼人牌的对峙位 所以第一点 我从我经验上来看 因为诅咒说的不算 是比较像是一张狼人牌 诅咒说的哪算 是这个二号牌是一张 不听发言的一张牌 具体不听发言 我觉得你们都能听他的发言 不用我再去一一再去跟你们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号牌是一张吃毒的牌 你六如果真的是个预言家牌呢 这个二号牌打了一号牌 打了八号牌 打了九号牌 明确已知 我九为一张好人牌 八饮水牌 好人面大于狼人面 还打了这个一号牌 我觉得他要沾边你 可能是给你凿船的 这是对话这个六号牌的 十号牌嘛 就我已经点过了 我觉得你在这个位置 你不用去向这个十一号牌解释 为什么去验这个二 我个人是觉得你一二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其次这个十二号牌很坐定你的面 我这轮发言听下来给五标了一张好人牌 给二标了一张老人牌 其他的都没有标 我过了 我再听一下这个六号牌的发言 应该是我想怎么发言就怎么发言 至少在这一轮不会被怀疑是个男女 我要赌我那是女巫的事情 另外对大家说一下 大家这样遇到GY这个大大主播了 对吧 大家都尊重一下游戏 不用去聊其他的认真 我觉得大家已经很认真的 我就不聊这个了吧 好吧 我对这个六有两点疑惑 首先这个三我觉得是张好人牌 三号牌聊的那一点没有错 这个六号牌像是一张开眼的吧 如果说这三号牌成立为一个狼 这个六是一个愚言家 是不是把三号牌直接推到对面去 他已经上票给他了 还要验他 那这张三号牌是不是一定要吃验 他是个狼还敢给他上票吗 这是我对六的一个疑惑点 第二个疑惑点 这个六验人验到这张十一号牌 如果说他是晚上一个愚言家 他看到GY在他的下面 他不去验他吗 一个大神来带 难道对他这个愚言家不是特别轻松吗 他也没验这张十二号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十二号 容易接身份定义 对吗 我觉得他是开眼验的 所以随便编那个理由 说这张十一号牌是一张精髓牌 我不太相信这张六是一个愚言家 在锦上我没有特别注意听他的发言 但是他聊三号这一点 我听进去了 三号牌点出来了 全场你们都没有人点出来 这是我对六两个疑惑点 他这个验人逻辑我觉得不合你 对吗 然后对于这张十二号牌 其实这轮还好了 这轮紧下的发言 其实比锦上好很多了 如果说你们点狼坑 按逻辑来点右之位就是七九两张狼 我认十号是一个愚言家 因为十一号牌六号牌 如果是一个狼 不至于把自己的狼同伴 打到一个焦点位 然后这个十号牌 给十二一张精髓牌 就是七九这两张牌 是我右之位的狼坑 左之位的话 和四放一放 六一张 哇他好 一二 再出两张男人牌 应该可能还出一张神牌里面 好吗 这是我认十号牌冤家的点 因为十号牌 他虽然聊的 你们说他状态没有什么 但是你说他逻辑有多爆炸 我没有他有觉得有多爆炸 六号牌也没有多好 六号牌这几次的发言 聊这个三聊了很多遍 我觉得就是填充 且他这个验人逻辑 这一点来打的话 我觉得这个六 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别说什么全场都战鞭他 如果狼队看到这种情况下 直接把这张九 把这张十号牌冲出去 再说不可以吗 他需要跳出来送一张女巫毒吗 没必要的 我个人观点 啊 到我发言了 那个八号人家你 你那个发言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 你那个电流声音特别大 我就把你那个那个就给弄了 你所以你说什么我也没没没听到 我就听到你说什么好好就发现好好发言 然后你那个就开始电流那个声音特别特别大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如果是你的问题你就你就弄一下吧 好吧 然后这盘跟六号玩家斩边 因为十号玩家这个发言他打一二六是三狼 这是这是怎么打出来的 然后今天就先出先出这个史吧 我觉得这盘我我反正没找到四狼 就是也不用说什么我找不着四狼 我就是狼什么的 但是我是好人 我就是个平民 我也不求艳 我就想说一点六号玩家 你就去找倒沟好了 这盘你就找倒沟吧 因为大部分人全都占边你了 所以狼人肯定也会勾你 然后守卫就盾一下六号 因为我觉得应该狼人找不着盾是谁 就盾一下六号 然后明天就接着盘呗 因为玉女类手的板子狼人去勾也没什么用 那就那就今天先出十吧 我今天就发现简单一些 然后因为毕竟大就是场上 几乎是所有人都占边了六号家 那也不用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对吧 聊太多晚上一刀对吧 也就没了 我就过了 反正都站队边了 那至于是好人站队边 还是盗沟狼站队边 那就无所谓了 六号家我就建议你去验盗沟狼 当然我肯定不是那个盗沟狼 我就是个平民 然后其他没了 然后八号家你弄一弄 你那个麦特电灵声音特别特别大 好吧我过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都是扯淡 为什么什么说了 我又不是天天看这个天天玩这个天狼天狼的 对吧 我知道哪个人是JY还是谁啊 嗯 我只知道十一号玩家是上把前把的偶遇过的 好吧 我觉得你拿这点 我觉得你如果是让狼自刀 我觉得没这么冲 八号玩家 啊 四十单屋 对吧 三个商票 那你们说南柯在哪里 左之卫是不是开一二五 嗯 其实我想验这个三 这种局像这个七号玩家所说的 去找倒沟 十又告诉我九相长好 但是这一把又去打这个九 我觉得你有点自相矛盾 他说八号呢 没说 十一是我的精髓 对吧 十是他汗跳 十二说不占边这个十 但是我没底 十二的发言太简短了 对吧 八十单饮水 那幼自卫是开哪里 嗯 七九十二里面开两 开来开张匪 对吗 如果我们按左二右二的格局 对吧 四十单屋 三是给我商票 我觉得我还是要验这个三 因为三告诉我什么 六万玩家 我觉得人家说都说你像 但是我今天听起来你又不像 那我觉得你的 你的投票 和你的发言 叫什么 互相矛盾 懂吗 真的是很互相矛盾 我其实我这局想找到 道沟 其实狼坑 我基本上锁定在哪几个位置 我觉得七字当牌 虽然说是绝万 但是也不咋地 好吧 我觉得也有狼面 行 行 再听听 我觉得三七顺帽 这个游戏结束了 为什么去验这个三 我今天晚上一定不守 我要看看锦上三浪四浪 我一定不守这个六号 对吧 验你十斤水 那十一三十斤水 这个游戏不更好打 不守他了 对吧 你试那去二一里面是愿度 我觉得五的发言 一定比二一的发言更好 我觉得这张牌呢 可能是填充我的 叫什么 倒勾吧 这种格局 二这张牌我不要了 好啊 二十两张匪 对吧 把三验出来 一五批嘛 因为还有两张牌没出 一个盾 对吧 还有一杆枪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我觉得 验三 那首先我们 肯定要站边嘛 对吧 肯定要站边嘛 边还是要站的 边边还是要站一下的 好吧 八十十二投给六 我的天哪 我觉得七号玩家有身份 六号玩家 如果七号玩家不在你团队 你把他砍了 行了 你不用让他达到什么节目效果 因为他这句游戏 没好好去玩游戏 我是这么觉得 他说我点一二六 点的不太靠谱 我觉得我不是输在逻辑 而输在了人性 可能你们就比较吃这套吧 这个人越叛逆 越胡说八道 你们觉得 他是狼 不能这么发言吧 我不是说他发言的格式 我说他发言那种状态 就像两个人交朋友一样 我越对你爱搭不理 你越觉得我这个人 他太奇怪 附在了人性 好吧 我觉得一号玩家肯定是狼 我不知道我保十一 保密保错 但我觉得十一号 最起码他是盘逻辑的 包括他保了三号 我认为还行 我是觉得三号是狼 没必要去保九号玩家是好人 而且这样和六号玩家去对话 没任何意义 因为已经战刃天使第一人和了 一号玩家为什么像狼人 一号玩家像狼人的点就是 他保了九 认为十一是好人 又没觉得十二是狼 七八里面又觉得七是好人 那同理啊 当四号玩家爆出八是盈水坑是谁啊 六号玩家 你说八号玩家扯淡 八号玩家再扯淡 他是盈水 你打不了 他是狼 所以四号玩家拿女物就不理性 他打了你的盈水 你听你盈水发言是不是狼 你听你盈水发言不是狼 六号去打八号是狼 连十二号这张牌都忽略掉了 六号人家的警惠率没有十二号吧 三号给他上标 他要去验三 那他锁定二号是狼 二号玩家是舔你的啊 他是狼只能是倒勾啊 你是不是最应该把一号玩家定掉啊 因为我攻击了一号玩家 有可能我给一号玩家做身份 你验了一是好人 三不就是个勾吗 二三不都是狼吗 对吧 那同理坑才能出来啊 这种局 十二号和八号给我上标就投六啊 七号玩家我觉得站错边 反正七号玩家不在你团队啊 你就把他砍了 我不太觉得七是狼 我就在想九十一 我是保错哪张牌了 我听十一发言不太像狼 我挺虚七号玩家在陈底的 我觉得他是狼在陈底一煽动 这个局可能我就出局了 但我听七不太像 所以啊 我有可能九十一里面有一个狼吧 我认为一二都是狼 我认为三是好人 所以我定的可能是 一二三六 九十一五 可能开四肥吧 因为我警下认为十一是好人了 十一听了六的发言 他没有六十二的警惚 还在打到我头上 所以我认为十一号有可能保错 没了 我觉得四张神牌是四号 十号 七号 还有一张应该是 八号和十二号里面有一个猎人 够了 天黑 请闭眼 不是啊 你六号你应该说 咽我二给我发个长沙 把他们 你发你大鱼 你能不能直接吃毒了 你可以查啥 你咽我我就吃不了毒啊 再给我发 把男的盾打出来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成了 这个游戏 八号盾 八号盾 把八砍了 我家这网子真的卡 他我什么都没干 老是掉了 真的 开四级开四级 我就不想再骗你们了 你们知道吧 我觉得我觉得我在骗你们 你们还得压 哎呀 我都跟你们说了 六号人家不是 你们在干嘛呀 天亮了 拍了呀 不是我 我真的不想再骗你们了 我这 不是你们听我发现没用 你们要自己去分辨六十 谁谁是 首先一号人家那个位置盘出来的逻辑 那不报废吗 他是他警察这么聊的 他说二三里面 我认为可能是双狼 他站边六 我说了他警察看到票行了之后 在那位置直接能点狼坑了 那一号家跟你聊什么 那前这位 狼坑是二十五 这聊的是什么呀 那一不定飞吗 石林总是发言是任狼了吗 我听他开始点身份了 说四六 什么九十二开一个什么 他是任狼了吗 我不知道 我感觉不太对呀 我莫这个听完六的发言 我认为他 在他视野里 他点了两张好人进一进回流 那三好家不把票上给你们 你这个发言顺序是给 给三好家一张茶茶吗 我看看票行 还能够微肥吧 我想你六四郎 狼坑是什么的 我觉得有点难盘啊 这个十能把七放过了 这十是预言家 不第一个先垂死七 那不就一六七十一吗 容错开个二 我我我我还是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太分清 预言家是谁 那我认为七不太像了 他们要是快平也不用了 因为他们是快平 一定不知道谁是 他们现在来不及了 八号家是怎么办 我我我认为七放家会载能够有点工作的 但七放家我听他的发言 我认为我认为得是个好人 七要去站边六 挂了张十 这十临走时的发言 我有点 我有点犹豫 我真有点犹豫 你是把十二坡了吗 我觉得一是狼 我真觉得一是狼 那一号人家拍身份吧 拍不出来身份 我今天想出你一 我都不管预言家是谁了 我今天真想出你一 我昨天这个十临走时发言 你试告诉我 他是不是在狼了 我听到临走时开始点身份 什么四六又九十二开个枪又怎么着 他不在点身份吗 是聊爆了吗 那他聊爆了 那我就听六好像抱怨人了 我其实我真是这把我想出一 我真的认为一是狼 过了 我记得 我是把十二读掉了 因为十二起来 站边张六的 那一票 投给张六的 我就觉得他是狼 六是狼 那就是一六七九啊 四个狼 不是这盘本来你们就应该站左边 因为六号人家发言状态特别像一眼 一六七九四个狼 人还有得打吗 哦 我觉得我们大师爷一起去吧 这洗衣心不可能为狼啊 五号玩家 对不对 洗衣心发言能为狼呢 我真听不出来 他一定在狼面 我索性把十二读掉了 一我是狼不下去的 好吗 我 他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狼得下去的 我是狼不下的 好吗 他刀就架在我旁边 我就过了 好吗 哎呦这个小巷是真的麻烦 说我一开始紧张中 六号人家那轮是聊的 说太怎么说呢 太自笑矛盾 他开始说 你三号人家给我上门我也赢 你不给我上我也赢 然后后面又说 你三号人家在紧张 大概率是个好人 是不是很矛盾 因为我是紧张唯一一个人 他只要聊我 所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后面为什么上门给他 因为大多数人都说要在面 他对自己不自信 对吗 今天信这个六号就出我这个 三号不信这个 就出这个六号 常常会视频 拿五个好人 对吗 就也不要弃票了 好吗 就苏言就快一点 对吗 我也不交身份了 对吗 没意了 现在叫身份不就把胜利 苏言就快一点 对吗 我也不交身份了 对吗 没意了 现在叫身份不就把胜利 给了狼人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你们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回头 就有的人想这四个玩家回头 能吗 我底百四个好人 还有这一肯定是个能 一四个能六四个能 因为这和两个好人 等一下就用自己的行为 证明自己几百四个好人了 对吗 没办法 这个六很烦好吗 还有出于一点人性 把他上了他一片 半年没跟他玩了 没想到真的是个能 听他就像个能 也没办法 大多数人都要证明他 我在想难道我又证成一遍呢 还是得还是得对自己自信一点 现在得去那个查杀 尴尬好吗 嗯太尴尬了 然后就限我就出这个六码 对吗 限六就出我吧 好吗 都不要七票 就我溯源快一点 我底边四个好人 过了 该聊什么也没啥好聊了呢 这五号玩家理性了 五号玩家应该是个好人 但他理性了等一下 枪是谁呀 枪好像 一号玩家肯定是个能 一号玩家是个能 二号 二号应该是个好人 二号应该是个好人 我觉得二号从发言格局上面来说是个好人 因为他在面这个六 他打了很多人 我不打是因为我觉得你们 不是我再演下去 你们观众又输好多斗子 因为这盘很难站对边的 因为你们观众也很难站对边的 因为六号玩家状态确实好 正我我不是嘲讽你们 就是你们 你们正常的情况下 你们是站不对边的 三号没过了 三号没过了 不要说投这个一分票 当然有四个了 对吗 过了 三号强啊 三号玩家不是 也说不好 也有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十一啊 昨天守了那个十二啊 那三去把十二 四去把那个十二堵了 你看 这事闹的 人家三号 小姑娘都快哭出来了 你看 那个 什么 是这样的 六号说 二号铁跟他站边 还盘二十个勾 有狼第一天 勾他就把手放了嘛 真勾兜的 还让他别去咽 这都什么事 你这六号 你得跟那三号道歉 你看人家 这鼻子都抽出来了 这三 你就骂呀 这不骂 这 这游戏还怎么玩啊 大家都站错边 这什么事 这闹的 还有我一个守卫 想回头 都网断了 哎呀 这是什么 哎呀 没关系啊 都是狼人杀 都是狼人杀的 那就是 二六七 二六七嘛 是不是啊 我底牌是个盾牌 我昨天盾了四号晚家 我没有去盾六啊 六号晚家没有倒牌 那六号晚家一张狼人牌 是不是 因为女巫跟盾牌 站别你 赶紧把 拍了 你是个预言家牌 让人找到过 你不倒牌的 我第一天空盾的 昨天盾的四号晚家 二号晚家 狼人 那可能就是这个 十一号晚家 虽然十一号晚家 发言 真的很 你很难盘 他是个狼人 但是你没有坑了 九号晚家 是压手的 我本来昨天 有点想点这个 九号晚家 是个狼人的 但是九号晚家 压手 那九就点不进去了 那就是 二六七十一 四张狼人牌嘛 五号晚家 你要搞清楚 六号晚家 今天给三号晚家 发茶杀了 你认为 我是个狼人 那是不是 我昨天 去把这个 十号晚家 给冲出去了 你是不是认为 六号晚家 是个狼 一六是 共同去投 这个十的 那就是 六号晚家 是个狼 你今天是 三六的轮次 你应该去投六 其实我底牌 是个盾牌 你是不是认为 这个八号玩家 是个盾牌 二号玩家 到八 真的很奇怪 四号玩家 你 你就 也没有办法了 我今天 我大概留到自首的 二号玩家 虽然跟我起来 跳了 我还是大概 略会自首 你博一博嘛 你要么去把 这个四号玩家 给砍了吧 二六 那今天把这个 六号玩家 给投了 有狼倒勾 预言家牌 不倒台 但是我其实 没找到猎人 没有找到猎人 你不倒台吗 我是个盾 左之位就是二六 右边就是 右之位 那就是七跟十一 现在是不是 全账比较难抽了呀 二六七十一 怎么你们 今天抽了 好像挺多 挺多 先把六号玩家 先投了吧 也不要分票 是不是啊 今天你们是不是 一个全账都没包 但是不能开 全账抽 一号玩家 一二两张 平台跳顿 我信一 不信二 二号玩家发言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你要打六为匪 那就是二六七九 这个九是第一天 想倒勾的牌 他去聊了这个六 十保了这个九以后 这个二去打的九 懂吧 因为正常的好人 都会觉得十为匪的话 保了这个九九 就是个好人了 二为什么去打九呢 对吧 九昨天觉得 十是个预言家 他为什么不出票呢 对不对啊 一号玩家 你想想啊 投错票了吗 六号玩家骗我 我觉得三真的不太像啊 三第一天那个发言 我第一天只认了 两张好人 是三跟五 我第一天觉得 二张牌不好 二起来的发言 去打九的时候 我觉得不好 一号玩家 把三六拉成共鞭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不好 唉 那出六出六呗 好吧 那怎么办啊 但你不能点我为匪啊 一号玩家 那就是二六七九了呗 九认十是个预言家 他怎么可能压手啊 对吧 那不是第一天倒勾了吗 他算了票应该够了 所以才压手的 唉呦 过了吧 出六出六吧 好吧 你哪只耳朵听见 我要认十是个预言家牌了 十一号牌 出这个六号牌啊 一二跳顿我也信一啊 我不信这个二号牌 我觉得打保险一点 甚至都可以先出这个二号牌 但我觉得出六会更稳一点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我也不太想分票了 那就是六号牌跟这个三号牌的 我来分个票 六号牌出了 首先昨天狼刀在八号牌 就一定是比较奇怪的 没有狼刀 没有落在你这个六号牌头上 而且十出局那个发言 我觉得更多的倾向于 像是在跟大家聊天那种样子 不太像是一张狼人牌 在最后要去为他狼队去做贡献 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可以先出这个六号牌 我算一下票啊 一三四五九 五张票已经够了 就看这个五号牌 跟这个十一号牌 谁会更票了 所以这一轮就可以知道了 你们想要信这个一是个盾牌 那今天都去盾牌 我就没想骗你们豆子 一二应该不能吃一个 不能吃 二在今天去跳一张盾牌 就一定是要让真盾牌去出来 所以你一在那个位置 你根本都没有必要去跳盾牌的 你跳出来也无所谓了 先出这个六号牌吧 我觉得应该是 二六七吧 最后一个开在这个五号牌 跟这个十一号牌中间 就看他们两个尽量的票行 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五十一中间 我会觉得五号牌比十一号牌好 因为紧上这个十一号牌 打湿的点我已经说过了 我觉得不太成立 五是我紧下听完发言 就给他收到的一张好人牌 但具体你们是不是这张好人牌 只取决于你们建的一个票行 如果你四号牌 你不回头的话 那咱们就是输了 因为今天出一张牌 夜里他们肯定就已经绑票了 就过了吧 出这个六号牌吧 不要分票了 不对啊 就我觉得出六号不妥吧 我们就先把二出了 不就完了吗 这盘不是一二的轮次吗 一二都跳盾了 六号玩家他砍了八 那有可能是预言家 就至少六号玩家 我觉得像预言家呀 我可以同意出二号 我们今天一起把二号出了吗 因为一二也对跳了 那看明天晚上六号死不死吗 明天不死再把六号出了 不就也一样吗 好吧 我们今天就把二出了 一起把二出了 甭管一会儿六号玩家说什么 我们就一起把二投了 不就可以了吗 六号玩家我们现在出是不是要 有点草率 我们现在出六号玩家 我就有点早 在留一天 他明天还不死就把六号出了呀 这我们必胜了 所以我们就先把二号出了 好吧 也不用听六号玩家说什么了 我这位置归个票就归二了 好吧 六号玩家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操 是比较单纯 一按三的逻辑几点 三给十上票 那三这个位置是妥妥的任郎 一二两张牌去跳顿 一这个位置打这个二 他不去攻击二 他告诉我出这个六 那你又没像九叔说的 一二两张牌 两郎互跳顿呢 八十二里面有一张盾呢 这种格局有没有啊 兄弟你就说归一张 狼坑妥妥的 一二三十四张狼 给你点了十四的 一张都跑不掉 就出三你归个三 好吧 为什么说我去验这个三 验三就是说你三给十上票 你就等于狼 你三给我六上票 打你一手上会干嘛 你三是金水 我给你一个金水 对吧 你三是狼不就是一二三十吗 外之后还有肥吗 我觉得你去五去打九 九去打五十一 我觉得都是瞎打 懂不懂 今天我一定会去归三 一不是盾的点 我跟你去讲 一二去跳顿 一不是说去攻击二 他是去攻击六 那我六是不是愿家 那八十二里面有没有一张盾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高农预警 十一号玩家 你总说我六不信 六真的是上愿家 你没跟错人 今天一定是出三 好了 懂吗 明天二一排队 这个游戏结束了 你要不要败 我跟你讲 八十二里面得有一张盾 走的 就这么简单 你们不要说还互跳 没得用的 因为你们的视角 可能说 八十二里面有一张盾 还走掉了 懂吗 那你五九十一去打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告诉我 二六七十一 那你十一是上狼 十都告诉你是上好轮牌 那你是不是上好轮牌 而且你是我咽的精髓牌 今天我是警归三 那你们要出我六就出我六 你要出我 我一定会出这个三 有叉杀不走叉杀 那真的是傻瓜 好吗 你一二两张盾 明天我看你们在演 不要紧的 我也是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的 看得出来 今天我警归三 你们爱咋咋地 好吧 兄弟们冲他妈的三 有一个人不投票 就就就完事了 好吧 四号也投了三 鬼鬼 四号呢 女巫 也投了三 哎呦 你就是狼人小伙伴 你就是狼人小伙伴 他一定去试试他 老人拍 哎就跟着这个丢着吧 嗯跟着这个丢着吧 出这个二对吗 分一下票对吗 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好吗 还懂得这样 十二号玩家 这个九跟十一的发言 一定就是好人 简上了觉得这个九也像个好人 这十一也是好 九上了九 保了是这个九 这个十一对吗 这个五 这个四不知道在干嘛 好吗 反正也输了 对吗 其实是可以赢的 还有枪牌对吗 过了 这个四 说不想读这个一 然后还跟着这个一 出我这个三 太尴尬了 好吗 我底下是狼 我都已经点出 女皇家抱怨 我不给这个十上面 他都说了 我上面给不给他 我上面都要咽我 他说都要咽我 还不冲他 这个高能预警 首先这个八是个好人 说要遮蔽这个六 对吗 如果有人弃票 对吗 还有四平党呢 这六号玩家 头上不挂着五票吗 这个九还是个好人 这九号玩家 也说要遮蔽这个 那我不冲这个六 我还不知道在干嘛 好吗 九号 天黑 请闭眼 十二号吃毒枪 也有可能 那刀罗斯游戏就结束了 我知道 看也给你一个七八个 七十三 别那么变态了 搞快 好吧 外哥我爱你 太强了 摸摸打 强 哎呀 真不容易 终于带我赢了一把 开心 这是六号带你赢的 我操这六号跳的可以 对 这兄弟跳的人可以 可我还是喜欢你 你能跟我亲一个吗 可以啊 讲他妈怎么亲怎么亲 他妈怎么亲 真的假的 那我可以啊 别说 别说他妈亲一个 兄弟 这声闹的 天亮了 那他妈就不光是亲一个的事了 这些苹果糖的钞票枪 还要干嘛 想干嘛 爆了 别刀的 乱他妈砍 好吧兄弟 乱砍 就乱砍 我就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刀对 天黑 请闭眼 一个砍五 一个砍九 这肯定是九啊 感觉是十一耶 哈哈哈哈 不是十一 这三个B 就砍五 这三个人 一人蒙一个 十一的 十一的 肯定砍九结束了呀 你这什么刀法呀 不后 就刀场 哈哈 三哥你有点狠狼啊 给三发茶茶都罚得下去的 我什么 无毒不丈夫吗 不丈夫 一人选一刀 那只刀吧 天亮了 天亮了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不开了 寒王 我一会儿要出去了 寒王 我来不及了 我播一会儿 我盯着十一点多 我就要出去了 我去订场地去了 我聊会儿天吧 好吧 那个 那个 跟大家可以聊会儿天 狼人可以一张都不死的 这盘我就自爆了 呃 我们这次 我跟大家说大师赛吧 我们这一次暂定的是 每周二的 晚上七点开始 呃 每局是三 三局狼人杀 呃 我们这次 我们这次要通过压币的形式来存活 呃 每个嘉宾有二十枚硬币 呃 在游戏的时候呢 就要压币 如果你输掉了所有硬币 你就不能再来大师赛了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刘耀怂 他 有二十个硬币 每一次单场最多压五枚 他第一次第一天大师赛来了三天 来了三场 他盘盘全压五枚 但是 他 盘盘输掉 他第一次来了输掉十五枚 第二次 压了五枚 那么 也输掉了 那么他从第二期开始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去来大师赛了 那么刘晓怂如果想第三期重新回到大师赛 要怎么办呢 那么 可以有这个 第一个方案 观众投票复活 我们到时候会弄个微博 把这个被淘汰的人呢 一起大家投票 第二个 买活 哎 就好像我们以前玩刀踏那里边的那个 像玩这个刀踏里边的那个英雄 你死掉了 你可以花钱买活 我们大师赛是非常人性的 我们不像那些其他的这些 比赛啊 这些东西 弄得那么苛刻 非要公平公正 我觉得一点都不公平 我觉得 财力也算是 场上嘉宾的实力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花钱买活 那对于有些 有实力的嘉宾根本就 就不算是这个 懂吧 当然了 大家这个币 也可以买身份 大家可以花一个币 去买这个 你想要玩的身份 比如说你想玩渝言家 你就买渝言家 你提前说 我就花一个币 我就买渝言家 你可以买渝言家 我们这个币呢 也可以重复购买的 只要你喜欢 只要你想买 那就可以买 怎么了 可以买牌啊 当然可以买牌啊 为什么不能买啊 只是他买牌 不让大家知道就好了 一个币不贵 也就一千块 好吧 一个币也就一千块 我们可以让你买 但是你想买和不买 那就你自己定了 好吧 你比如说 我第一天压了五个币 我赢了五个币 那我赢了这个币 我之后 比如说 蒲玉星 他第一盘压了五个币 他赢了 第二盘又压了五个币 又赢了 第三盘 他压了五个币 没想到 又赢了 他第二天 第二期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发现他有35个币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能买了 大家都想买身份 那好 拍卖啊 你出一个币 那边有出俩币的 那你就要两个币的人买啊 对不对啊 那蒲玉星35个币 他全缩了 那有钱呀 怎么了 人家今天35个币买一个身份 就 我就35个币买张女巫 好吧 我就看你 刘小松不顺眼 我第一天 我就忙赌你 哎 我就花35个币 我买个女巫 我赌你 你能怎么着 我下一盘 我直接买 我刷卡 又买35个币 我又买女巫 又赌你刘小松 你刘小松 有本人拿40个币买啊 那有什么错呀 怎么不行呢 所以我们这次大师赛 其实每人20个币 如果你没有币了 你是之后就不能来参加大师赛了 明白 但是有的人 这个20个币是上来就给的 比如说 我们 我们这个大师赛非常公平公正 比如说第一点 我们之前说了 你自身带流量 你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梁敬贤 那个小妹妹 也不能说小妹妹 也没多小 反正感觉岁数也挺大 反正就是 起码人是个女演员 对吧 微博也有个小200万左右粉丝 然后 人家说 我来 那可以啊 给你20个币 你来参加大师赛给 孙雪宁 也还行 也 微博 就还 反正就还可以吧 也给了 但是如果 那这是第一点嘛 就是自带粉丝流量 第二点水平很高 比如说 饮料老师 那我们是不是得给 饮料老师要来 我说大飞老师要来 那你不能说 让人家自己花钱买币 对不对 当然能买最好 但是感觉也卖不出去 那是不是得给 但你说要是 圈圈要来 你说又 圈圈又没有什么 微博一百万人气 水平也一般 那你说 圈圈是不是 要来就得花两万 买币呢 但是 我韩王喜欢 圈圈 那我看在我 韩王的面子上 圈圈 这二十个币 我也送了 帮我韩王 省两万块钱 帮我韩王 省了两万 是不是韩王就能 转手刷给我 你 韩王 韩王这周 给我刷了两万六 是不是这钱 咱们就省下了 那我们这不就是一家人吗 所以 一家人 也不用花钱 就是这意思 那其他的人 那就没办法了 你要来大师赛 你得有币 好吧 所有人都得有币 想来你就 对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要求 不过分吧 不会到时候 有人黑我们吧 说什么这个 无良主播这外 靠着做大师赛 赚那些什么 不知名老人杀 玩家钱 会不会有人 这么说我呀 会不会有人 这么说 会不会 这个传出去 不太好 那咋办 那怎么办 我现在担心的是 没有人说 不是 我 我现在担心的是 没有人去买 这个二十个币 说真的 我感觉没有人会买 那他妈不就垮了吗 哎呀 这妈 要是没有人买 怎么办呀 我不担心 别人说 我担心没人买 那你讲道理 刘耀松 这二十个币得送 对吧 这都得送 反正我们这个赛制 就是这样 赛制就是这样 然后还得垫钱 不是 我真 我真没开玩笑 大师赛制的钱 人真得我自己垫 真得我自己垫 我真的要垫 你知道吗 没呢 我刚给火牙 负责人发完微信 他说明天去找领导 定一下这个事 只要火牙说定了 做了 我就 我就可以做呀 我不是 我我怕垫了之后 火牙 火牙应该不会反悔 反正人家定了这个事 我们就做就完了 只是 只是 有点那个 没有赞助 没有赞助 本来说有 本来有个太空蓝沙 说要赞助 后来没 没谈成 主要也是这边的人不行 人家说你们这边都有谁呀 我跟你说了好几个 我答 我上来第一个说的就是蒲一星 我说蒲一星 我都没说蒲一星 飞行 我说蒲一星 常驻嘉宾 好吧 人家说 那我也想说完蒲一星 人家 没什么 没什么反应 我就说说别人呗 就把那些什么 还可以人都说了 人家到最后也没头 这身上呢 韩王你不要赞助了 韩王你不要乱花钱了 你要是赞助大师赛 我第一个出来反对 你不知道我12月份还要打年度呢 你怎么回事 能不能省点钱 要韩王 你不要老把自己的钱花在什么赞助大师赛这种没用的地方上 我12月份该他妈还要打年度呢 你省点钱吧 韩王 哎呀 你说我这个 还有年度呢 当然有年度了 你们以为呢 你们在12月份马上就打了 我就要起飞了 我就大主播了以后 真的是 讲道理我今年这目标5000万流水才做了1000多 还远远不够呢 还远远不够 然后我们 我们赛制跟大家说过了 第一天狼人杀 第二天狼人杀 第三天就是划船 划船的规则你们自己去看不想解释了 我们那天已经玩了一遍了 然后你们可以去B站看一下录播 就是划船的那个 我们第一天是 第一天是三局狼人杀 平个分 分第一第二第三 这个平个分第一第二第三 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大师赛并不想弄成比赛的形式 所以会娱乐一些 买牌啊 什么的那种 甚至我们可以到时候自己弄点吃的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大家投食 你们可以投食 或者我们可以弄一个那个什么 像那种1000多块钱的超大型的豪华拼盘 观众像以前你们送的空头要要1000多块钱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让嘉宾自己拿壁换 对吧 拿壁换也可以 然后你们 不是你们啊 你们 但是我要说一句 比如说你们有人喜欢我 你们有人喜欢廖松 有人喜欢 批一星 有人喜欢 圈圈反水啊 什么腿毛啊 这你们 但是我要说一句 比如说你们有人喜欢我 你们有人喜欢廖松 有人喜欢 批一星 有人喜欢 圈圈反水啊 什么腿毛啊 这些的 都可以喜欢 你们 但是你们不要攀比 你们不要觉得批一星那边 哇 堆了一大堆东西 你们觉得不行 我们主播怎么能比卖一个戴眼镜的这个 这个批一星 东西少 框框框你也点 别 真真真真别这样 因为 我们之前的大师赛点的东西到最后都浪费了 都浪费了 也不知道是谁老瞎点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 我们 我们 我说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自己主播的 宠爱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理解的 但是我们不要浪费 就是你比如你 他他面前已经摆了两三瓶水了 然后你不要再去给他点那么多水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知道吧 这样吧 这样吧 咱们这样 我有一个建议 我有一个建议 你们听听 好不好 你们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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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样 你们呀 也别投石了 你们就给主播买币 好不好 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20个币 那 可以用这个币换吃的 你们就给主播充币 比如说你喜欢 蒲亦星 你上来给蒲亦星买个20个币 那蒲亦星到最后想买牌 他就买牌 他想拿这个币换吃的 就换吃的 多好 对吧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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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真的好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因为 他饿了 渴了 他想吃什么 随便要 随便要 我今天想吃个炸鸡 我就点个炸鸡 我不想吃炸鸡了 我突然想玩个白狼王 我买个白狼王 对不对 这不挺好的吗 对吧 然后大家买币的这个钱呢 也是向京城大师赛购买的 那么京城大师赛拿这个钱呢 也会 会有以下几个用途 比如说 给怂哥 报销 差旅 给圈圈 报销 差旅 给大黄 报销 差旅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报销 差旅 因为之前的大师赛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人家老来不好 也不好 不是 不是人家来不好 是人家 自费来不好 不合适 就这个意思 报销一下 人家报销一下 然后 我们自己再做点奖金 做点奖金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不 就这点钱有什么可赚的 能有什么可赚的呀 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能赚这钱吗 这大师赛要是靠卖币卖个一百万 我想想 大师赛要想卖一百万的币 如果一千块钱一个币的话 要卖多少个币 那我们大师赛就别停了 我们他妈这一季就直接搞个两年 好不好 我们就给他稍微拉长一些 搞个两年 两年之后 我35岁了 正好退个休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稍微拉长一点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到时候那个币呀 做成金色的 有点牌面 每个嘉宾到时候有多少币 就往那个桌子上 光光光就落 对吧 这都是牌面 可能我来这个大师赛 我是最菜的 但我币是最多的 对吧 那别人就要净你三分 好吧 这些东西牌面不能少 我们的比赛一定要做成 这种特别公平公正的 谁必多 谁说了算 好吧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 这种东西都摆在明面上 任何人不能 什么内幕操作 就是这种 好吧 我觉得可以 这我就不乐意了 凭什么是喷喷嘴多 我不是刀 凭什么蒲一星最多 什么意思 凭什么蒲一星最多 我不信 人气高怎么了 那我们到时就比一比 看看谁最多 好吧 我就不信 咱们就比一比 这样吧 咱们京城大师赛也打个年度 好吧 也是年底 12月份 这样吧 虎牙的年度我就不打了 我就看不惯说蒲一星最多的 我就生气 我怂哥肯定也不让着 这样吧 我们今年的年度就在京城大师赛打了 大家就来买币 气死我了 就来买币 好吧 咱就来买 就一块打了 咱们这大师赛 就就是今年的年年度 可以吧 不不可能 认不了输 就走 那我们 那我们这就 我们就到时候 也别送 也别送什么藏宝图 也好 就买币 说正经的 我们大概这次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有一个方式 然后火牙会给我们一部分赛事赛事的资金 我们用于刚开始做一些KT版 做一些那种比较简单的一些 直播里面那些框 都要找人专门设计 然后卡牌也要重新制作 一些这些杂技杂的费用 还有工作人员的费用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大宝 垂垂 包括一些请的法官 比如说这次法官 我暂定的是耿许儿和大黄 这些人的工作时间 人家来不能让人摆法 包括优柔老师来解说 但是 但是现在也有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我昨天跟优柔老师聊 我说优柔老师 能不能叫大飞老师来跟你打党 优柔不同意 优柔就说 我告诉你外格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好吧 然后我这个事吧 我还挺难办 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个事说出去 你知道吧 万一这个事传出去的话 大飞老师知道了 可能也不太乐意 但是 我也问优柔老师了 我说优柔老师 你说这个 大飞老师跟你在一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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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能 挺好的吗 优柔老师 优柔老师 反正 我那个意思 我那个意思 问优柔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懂嘛 我不是说 优柔老师 你别 你要不就让点大飞老师 你让人多说这话 你就少说点 优柔说 不是那回事 他说 他就想跟个女的 一块解说 你知道吧 那我一听 那这也确实没办法解决 你说要两个人一起呢 我可以两边打招呼 就是你少说点 你少说点 但是优柔老师 对于性别这方面 还有要求的话 那我确实是没办法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 大飞老师年纪 也比较大了 所以呢 也不太适合 长时间的 坐在我们这解说 也不能保证 每天都在 那正好 我们优柔老师 也好这口 那所以我们 这次大师赛 就找一个女的解说 来跟优柔老师搭档一下 但是这个女解说 让谁来 我现在还是没有 没有想好 这个得看 这个我就说 那优柔老师 不行 你就去找吧 好吧 你看 到时候这费用怎么算 你请人家来解说 就看吧 好吧 就反正 再说吧 反正 看看到时候 怎么定这个事 优柔老师 看看 怎么弄 怎么弄 反正目前来讲 我们定的就是这样 这样定的 我们大概就是 京城达的赛 就是这样定的 前两天的狼人杀比赛 决出前三名 和之后的划船 一共七个人 来进行怒海求生 怒海求生这款游戏 是一个小船上面 七个人的一个撕逼游戏 一共有七个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是一共七个人 在一艘小船上 船上的人 每人有自己的技能卡 有自己的资源 可以对打 每个人有自己的血量 七个人当中 最后 存活一个人 这个人将得到 一张 藏宝图 也就是 价值五千块钱的礼物 但是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 没有直播间 比如说 像玉斋尹 他就没有直播间 怎么办 那直接给玉斋尹 五千块钱的币 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给 如果是我拿第一 就奖励我一个藏宝图 如果玉斋尹 王宝宝 这种没有 直播间的 给他们五千块钱的币 他们应该也高兴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么定了 反正我们第一名 会有奖励的 第一名会有奖励的 第一名会有奖励的 第一名会有奖励 我们这次大师赛 也算是 非常舍得花钱 好吧 我们也非常舍得花钱 同样 我们这一季大师赛 最终 还会有奖项的 还会有奖项的 我们最终 问鼎京城大师的人 将有一部分奖金 以及一部 iPhone12 获得第二名的 同样 也会获得 一个奖杯 一个奖杯 第三名 也会获得 大家的鼓励 大家鼓励 前三名都有奖品 都有奖品 所以 这次竞争大师赛 也算是 有史以来 比较 比较 待遇非常不错的了 唉 没办法 我们也慷慨一次吧 好吧 破费破费 这也是 情力之中的 好吧 你们还记得 还有观众是 有没有观众 直播间里面 有没有观众是新来的 没有看过以前 京城大师赛的 打个 一 就是有没有 直播间的观众 就是以前老听别人说 京城大师赛 没看过 就是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经常听别人说 然后自己也去 可能去什么某站 看了看视频 这么多都有 你们到处看看就知道了 看看就知道了 好吧 我们现在定的是 每周二三四 每周二三是狼人杀 每周四是划船 大概是这样 我们预计的是 二十号左右的那周 我们暂时预定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 制作好多东西 我们要慢慢的 弄一些东西 到时候去给 感谢蒙出没的高中 我们要做一些 背板啊 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做 而且最终的 嘉宾人员名单 首播的名单 没有定 现在还没有定 首播的名单 可能会特殊一些吧 基本上会叫一些 比较多元化的人 比如说像 我自己想的名单 比如说像什么 廖博老师 我们都可以叫一叫 就是这种 什么比较有人气的 都叫一叫 就这种 也不是说有人气吧 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表现不错的 我们都 我们都这个 一起弄一弄 廖博之前 大十赛就来了拳击 而且廖博老师 现在瘦了 像什么小黑啊 这些都可以叫 不是火化饼 他们本身来 与不来 要看人家自己时间嘛 人家现在 节目都挺多的 廖老耸也会来的 但是他没有 那个 廖老耸跟我说 他不能全勤 廖老耸不能全勤 扶一星也没办法全勤 你知道吧 我呀 也不想说这事 你说一个廖老耸 一个扶一星 当年要是没有 咱不说别的 当年要没有 京城大师赛 他们会玩狼人杀吗 我都不说 我都不说 也不是我挑事 也不是我挑事 没办法 人就是这样 好吧 没办法 没办法 也理解 我们也理解 好吧 也理解 但是呢 事情 就是这么无奈 就是无奈 但是这事 我说可以 你们不能这么说 你们不能这么说 这 那怎么办 但是 有些 有些人 有些人 我们也不打算叫 有些人 我们也不打算叫 就是 可能给钱 也不想 也不让来 好吧 对 有些人 给钱 也不让来 非要说 比如吗 那我就举个例子 真让我举例子吗 你是不是 你们逼我的 你比如说 诅咒 就来了 埃勒汪说 花两万 怎么办 我就举这个例子 诅咒就在 精神大神赛了 埃勒汪 花两万要来 你说 怎么办 那我只能让 诅咒滚蛋了 那没办法 人家花钱了 那诅咒 你就别来了 诅咒 拍桌上 两万一 埃勒汪 再见 拜拜 那只能这样 我们是一个 公平的比赛 我们公平 不行 不能再出这事了 哎呀 别 你们那不是什么好事 我 我昨天跟 组织一块玩划船 这个逼还跟我说呢 说当时 他为什么动手 他动手之前 先看了我一眼 他说 我在那乐 他才动的手 给我气的 我说 我当时就气死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这么大人了 一点 一点都不顾卷大局 他说 我在那乐 你妈 我给我欺诈了 他跟我说这个 当时你们可以去看 回放的录像 我非常严肃在那边 我当时乐 我是后来乐的 他动手之前 我绝逼没乐 他动手之前 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没有必要 你们俩有病吧 怎么可能 这么不懂事呢 我乐是因为 我万万没想到 我又被那个哥们冲上去 拉架去了 我又被那个哥们 跨越了好多人过去 去拉架了 我都傻了 我的妈 没太明白 不是 那个时候 我跟蒲一星的关系 就是刚认识 就是我俩刚录完蜜桃 录了一两期蜜桃 然后我就跟蒲一星说 我说 喷喷你能不能来这个 我都不 什么叫 他妈什么喷喷 谁知道他叫喷喷 我说蒲一星 我说我们那个大师赛 有个那个 那个 就是 有个什么常规赛 你来不来玩 我说挺不错 那时候蒲一星还不是主播呢 蒲一星 一看我给打电话 跟我说 他俱客气 哎呀 外哥 好好我去我去 什么时候几点 哦 我下班就赶过去 蒲一星那时候还上班呢 那种尊重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当时坐着公交车就来了 就来了 哎呀 就真的 然后特地给他安排在六号 蒲一星做六号 我做七号 刘悠松做八号 郭小伟九号 反正就是这样 欢迎SJ兄弟 啊 我昨天跟蒲一星说 我说蒲一星 那个这次大日赛来不来 蒲一星说 哎 说那个 哦 好像说什么 约满了 还是什么 哎 算了 算了 感谢SJ兄弟的告白气球 谢谢 感谢陈的魔法书 谢谢SJ兄弟的告白气球 啊 约满了 说这个 约个时间 日程满了 确实日程满了 确实日程满了 但是这种东西啊 也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因为 因为好像上过大师赛的人都比较好火 就上大师赛的 上过大师赛的人好像都 但是不是 但不是大师赛成就了他们 大师赛是没有 没有那个资格去成就谁的 大师赛只是我们一起玩的一个小游戏 也不能说成就谁 然后那个 那个刷花老板和耿雪儿的 你 你是谁啊 花老板耿雪儿的事你都知道 你是谁的小号啊 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 这事儿真没几个人知道 这事儿我现在不敢说 说不了 不敢说 真不敢说 有机会跟你们说是吧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的典故 你们应该知道 因为有一次我户外的时候说着这事儿了 第二天我就被骂死了 我就再也不敢说了 但是你们一定有人知道 花老板和耿雪儿的一个事 那不知道算了 不知道不说 不知道不说 特别特别少的人知道这个事儿 但我就不说了 我就不说了 我们言归正传啊 我们大师赛大概在20号左右开始 目前暂定啊 也有可能割 也有可能割 那那全要看具体情况 明天 比如说明天 那个火牙领导说 如果大师赛他们不打算投那个钱了 说不做了 那就不做了 那就真不做了 比如说领导说 不不不投钱了 我们就真不做了 但应该不会 但应该不会 因为 因为现在火牙的狼人杀节目还是比较少 需要通过这个留住狼人杀粉丝 而且本来我觉得大师赛还可以 因为大师赛现在也能叫到不少人 嘉宾阵容也不会比高赛差很多 说实话 大师赛能叫到人 高赛能叫到人 我们可能也能叫到 哪些人确定 至少能来的人有很多呀 像 腿毛 都说要来 腿毛圈圈 反水 什么 都都都会来 就是跟我们这个圈子熟的都会来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小黑可以叫 神秘狗我不知道来不来 神秘狗之前就来过一次 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 玩吗 有什么 都可以来 就大家都一块来玩就玩 囚徒我问问吧 好吧 都可以来 想来就来 囚徒可以问问 要想来就来 主要看我们有钱 我就真好意思去请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囚徒他在大连 现在 我说囚徒你来 可以报销那个投拢仓机票 人家干嘛不来 来跟朋友聚聚 他来三天 不如你给人家五星级酒店 也没多少钱吗 一天你按照一千的标准 来回机票 五千块钱 人一周 给人报过五千块钱 人家干嘛不来 但是你 但是你说人家自己掏差旅费 人家来干嘛 饮料说来 解说反正是优柔他们 那个大师赛那些 以前的嘉宾也都会来 都会来的 少帮主我都不叫 少帮主我叫都不叫 一定不来 我少将绝逼不来 少将叫都不用叫 因为就没来过大师赛 少帮主人家自己不喜欢来 干嘛要叫人家 没必要 你可别让少帮主划船了 不是说实话 老人杀有的人是真不爱玩 你看我喜欢玩老人杀 我自己也不是很 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玩老人杀 但没办法 但没办法 安琪我不知道能不能叫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张神儿和安琪关系好还是不好 能不能叫 叫安琪能叫张神儿吗 叫了张神儿能叫安琪吗 也不知道能不能叫 再看看嘛 这很复杂 你知道吗 对于我来讲也很难办 这个大师赛 你叫他就不能叫他 叫了他 那个就不来 这个不来 他就来 你知道吧 很麻烦 你知道吧 很难平衡的 你们这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们能 你们也不明白 哎 真的是 很难受 要是能把他们叫来玩撕逼船就好玩了 有的人没必要叫 叫了之后 达人情效果也没多好 有的人在北京就来了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也不一定啊 比如说黄子洪凡 他在北京他也爱玩 我发个微信 人家这两天正好没事 人家就来了 但是正好赶上人家 录歌或者录节目 年底的忙 那人家不来 也很正常 对吧 我们京城大学赛一定不会缺人 就是想来的人有大把 我们是挑人 但是我们希望有的人来不来 那也要看别人 就是说 我尽量给大家凑一个大家比较想看的局 甚至我也可能会去问问谁谁谁来不来 来不来 哪怕 对吧 咱们观众 买币多 是不是 买了一百万的币 我把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 反正也是戴一个眼镜 留个小分头 老去主持芒果节目 那个人叫什么 啥字的一个 我让他过来当法官不也行吗 我就不让 我就不让大黄来了 我就 我就花钱 砸钱给他叫过来 啊 让他当个法官 他能不来 真够逗的 是不是 哎 对对对对 万一人来呢 万一人能来呢 对不对 出厂费要一百万 啊 不叫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我就开个玩笑 没有必要叫 不叫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我就开个玩笑 没有必要叫 没有什么必要 我能去他家接他 给他送 晚上我给他送回家 我给他送上楼都可以 我们 我们住的很近 好吧 住的很近 但是 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觉得不是 哎 我开玩笑 你们听不出来 人家肯定也不好意思 要我钱 这也就是互相帮忙 哎呀 人家要来了 就来了 人家不来了 就也不来 这都好说 哎 都可以叫 都可以叫的 你知道吗 这些嘉宾都能叫 没有什么不能叫的 李锦 不是苹果糖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叫李锦 是不是没法 你什么意思 你身为 不是这个苹果糖 你怎么 你身为防管 二十四级 你怎么还带节奏 什么意思 你什么叫李锦 是不是不能来 怎么 点名批评 这个苹果糖 带节奏 你是不知道 王宝宝跟李锦 有什么事 是不是 怎么就带节奏 那你这一发这弹幕 那不是观众都 都要问王宝宝 跟李锦怎么了吗 那他们 那他们现在一百度 不就全都百度出来了吗 这不 都过去的事 你又提 那他们不就 都知道 以前发生过什么了吗 哎呦 就 就 就别 就别带节奏啊 你说我也不敢说你 哎呀 真的是 这不就都知道 发生什么了吗 那肯定我 谢谢苹果糖的魔法书 行 原谅你了 原谅你了 谢谢苹果糖的魔法书 谢谢苹果糖的魔法书 原谅 原谅 哎呦 哎呦 我都不是50个千元榜了 现在 真的拉了呀 我哎呀 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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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拉就拉了 拉了 拉了 没有 呃 哦 撕逼船有固定嘉宾 就是撕逼船上面四个人固定是由我 王宝宝 郁摘尹和廖怂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人物的选择呀 我是特别 我为什么挑了这四个人选择 我是经过非常深思熟虑的选择的 首先从人物性格方面来讲 首先王宝宝 他就是一个非常冲的人 他很有 他都不是节目下 我他脾气不好 然后王宝宝 他是一个特别能够引起 观众反应的人 他非常强势 对他很吵 很强势 很不讲道理 很喜欢欺负别人 哎 可以算作 怎么说 就是一个比较爱欺负别人的人 李小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李小桑这个人呢 如果玩私逼船 我为什么把李小桑加上去 李小桑是一个一定会爱生闷气的人 李小桑现在有包袱了 李小桑现在有包袱 李小桑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特别好面子 但是又不能完全表现出来的人 就是他来玩撕逼船 能把他折磨死 首先 廖总一定会想赢 其次 当他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反击 比如说装可怜 委屈 甚至可以像其他人 什么撒娇呀卖萌这些事都干得出来 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反抗 当刘耀怂被逼急了的时候 你们就会看到刘耀怂 平时不可能在直播间 给你们表现出来的那一面 而这个游戏一定会让刘耀怂 变成那样的 就是每个人的人物性格都很有意思的 廖小松是脾气特别好的一个人 不会掉粉的 不会掉粉 怎么可能掉粉呢 掉不了粉 特别真实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玩出来 会把每个人真实的性格都表现得特别特别明显 不会掉粉 你们放心吧呀 真不会掉粉 廖小松脾气特别好 我跟你们说过这个事 廖小松平时 他以前的事我也懒得说他了 就反正他 他是脾气特别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廖小松逼急了 你们一定是没有见过廖小松是什么样的 你们想不想见 不是哄不哄 哎呀你们没理解这个游戏 你们不理解这个游戏的真谛 不用我讲 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一个人脾气越好 当他在被逼急的时候 他越会爆发 你们一定 你们一定 如果不玩这个游戏 你们一辈子看不见了 廖小松有这个这样的表现 我只在出租车上见廖小松急过 是真牛逼 我那次都被吓住了 刘小松在我面前发过一次脾气 就是在出租车 就是在那个出租车上面 在上海 我 我没急啊 我为什么会急 那是刘小松 他就那一次急了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就那一次见过他急 我没没 那不是我 真不是我 你们急错了 他除了那一次 他除了那一次 好像还真没特别急 真没特别急 不是我 真不是我 你们说的那个是 你们说的是那个 我急那次是滴滴专车 我急那次是 叫了个滴滴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不是 那是特别早的一次出租车 我们下了机场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滴滴呢 就是滴滴还不流行呢 哎呀 这都不重要 我们不要跑偏 你们到时候就看吧 然后 滴滴滴 是一个 真的会生气的人 就是滴滴滴是一个 真的会生气的人 而且 而且刘小松和滴滴滴是不一样的 滴滴滴喜欢说服别人 刘小松 恰恰是不太容易被别人说服的 而这个游戏就特别有意思 所以 郁宅尹 王宝宝和 廖小松 一定是这个 就三个人的特点 一定是在这艘船上 不可或缺的 说实话 这艘船上没有我都可以 就是这艘船上 如果没有我都行 但是这三个人的性格 已经可以把这个东西 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郁宅尹跟我们玩 被气得血压高了 高压160下不去 三天 星期六玩着通宵 到礼拜二才 血压才降下来 你就说 尹哥生不生气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 尹哥当时拿了一个身份 手里边什么装备都有 又有 要啥有啥 然后 尹哥上来就对一个人特别好 那人缺什么尹哥给什么 但是那个人 把尹哥骗了 那个人说他爱尹哥 尹哥也爱那个人 结果那个人其实是恨尹哥的 那个人第二天直接反水 所有人把尹哥就抢光了 尹哥第二天 所有手牌 血全都被人干光了 你们别管是谁 你们不用管是谁 你们不用管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的爱恨卡 他是恨尹哥的 那只能这么玩 你们不要管是谁 就尹哥会被这种事 气得高血压 你知道吗 你们不用管是谁 你们有毒吧 你们管是谁干嘛 就是 很有意思 好吧 感谢GIGI的火牙一号 谢谢 感谢GIGI的火牙一号 然后 最牛逼的点呢 是 我们来参加这个游戏 一定不会有所保留 就比如说我 这外 我以前在别的节目没有会这样 我故意做自己人设 谢谢GIGI的火牙一号 谢谢 比如说 这个节目来的有什么 有什么那个 他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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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看这个节目 我在这里 我就 哎呀 装圣人 我说哎 没关系 你拿你拿你拿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都不会这样的 我们会很认真的玩 就会很认真的玩 哪怕会 暴露一些自己性格上面的缺点 比如说会暴露自己 这个人言而无信 自私 包括一些其他的阴暗面 都可能会暴露的 但我们一定会认真的玩 认真的吵 因为只有这样你们观众才能吵起来 我就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直播间里面肯定有 直播间里面肯定有直喜欢廖耀的 就是你可能只喜欢廖耀 你根本就不会去喜欢JY 不喜欢蒲一星 不会喜欢那个什么王宝宝 不会喜欢郁宅尹 肯定有 对吧 但是你当你看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发现所有人 都欺负廖耀的 你肯定假 对 也有只喜欢我的 也有那种只喜欢JY 但是不喜欢廖耀 不喜欢蒲一星 不行 你们发现这些人突然有一天 干我了 你们肯定炸 那你们到时候控制得住吗 那你们到时候能控制住吗 你们就喷 就骂 真的 真不能有 给面子 真的 就我告诉你们 你们 我们是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讨论过 我们 我们每个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都说我们一定要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关系 游戏就是游戏 游戏就是游戏 我们不要把这个游戏里面的东西的负面 带到日常生活中 好吧 到时候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这样 就比如说 我举例啊 假如说到时候 在这个直播间 我干了什么事 会使得其他有些观众看的不爽 大家可能就打字 大家可能说很过分的话 大家可能说 哎呀 我没想到JY是这种人 我看了他十多年直播 没想到他是一个这种利益熏心的人 也太自私了 这种弹幕 一定不会封你 因为 在怒海求生这个节目播出当中 只有大家这么说 才能是真正的想法 所以到时候一定不会这么 因为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东西的 但是 我想说的东西就是 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东西 是节目里面的东西 大家不管是谁的粉丝 在当天 节目这么播的时候 你爱怎么骂怎么骂 怎么喷怎么喷 但节目一结束 我希望大家还回 还回归到之前 这个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这个是不是可以 因为你们要了解 我们是玩游戏才这样呢 能个屁呀 你们还能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当天晚上骂完了 以后肯定忘不了 你们自己就气血压高了 你们反正到时候看吧 我告诉你 哎呀真的 太有意思了 哎呀太有意思了 哎呀敢 要不别弄老人杀了 我们别玩老人杀了 好不好 我们就撕逼则了 好吧 哎反正跟大家说这么多吧 我该走了 我该走了 我该溜了 我准备走了 我去看看场地去 这两天一直 现在狼儿杀的场地弄好了 撕逼船的那个场地还没弄呢 还得送行策划一下 走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准备期待吧 好吧 拜拜